世界都快半个月了 都还没搞清楚 我是谁 我的家在哪里 这个少年叫虾仁 他穿越了 但是他却没有融合原主的记忆 这半个月来 他一直在航程里转悠 就是想碰到一个认识原主的人 可惜这么久了 这偌大的航程 就是碰不到一个熟人 幸好原主身上还留的些银两 不然可能都要露宿街头 乞讨过活了 明日又当何去何从 眼前的西湖 刚刚由于转型 湖面上雾气渺渺 此番景色让虾仁不禁想起 以前是宋朝苏东坡的 尹湖上出情后语 水光炼焰情方好 山色空蒙雨一集 欲把西湖比西子 但庄龙魔总相宜 水光炼焰情方好 山色空蒙雨一集 欲把西湖比西子 但庄龙魔总相宜 兄台大才 如此这般好诗 对西湖美景描写的出神入化 兄台便是随口迎来 敢问兄台贵姓 我也只是宋读东坡居士佳作 可不敢居此宫 小生免贵姓虾 东坡居士 东坡居士姓苏明氏 苏氏 请问虾兄 这苏氏是何方人士啊 你不知道苏氏 虾人脱口而出 但是他马上就想到 自己这是穿越了 都不知道是哪个朝代 他很出名嘛 在下司马仙 看兄台模样 想必也是来参加试会的吧 要不我们一起前往 极少年原本叫司马倩倩 但是要是报真名了 自己女扮男装的事就曝光了 哦 原来是司马兄 我只是来这里游玩 并不知道有人举办试会 难道这是少年司马迁 杰屎记的那个人 那不是现在 是在汉朝 这可是司马大儒是主持的 不过你不知道也不要紧 只要是文人都可以去参加的 可没有什么规定 这次试会上可是有知府 大人专门从京城买回来的神仙罪 在我们航城 可是想买都买不到的好酒 错过这次 可是不知道要等多少年 多谢兄台好意 但小生现在 囊中羞涩 可不敢如此花笑 兄台放心便是 这是知府大人为司马大儒 是举办的师会 奢赫是不用钱的 我们结伴同去 也多有了些意思 哦 司马兄 竟然还有 这等好事 那就谢谢司马兄了 虾人只是现代人 本就没有古人那么矜持 想到有肉 恨不得马上就飞到师会 大快读意 再说了 师会人多 说不定就有个人认得自己 自己也可以回家了 好 请虾兄随我来 师会就在湖边的望江楼里举行 离这里不远 大堂内已经有了许多人 不过这望江楼倒是很宽敞 并未显得拥挤 这分兄可是我朋友 你帮我好好招待他啊 我要去后面有点事情 知道吗 我才是师兄好不好 这明明在西湖边 看见的是西湖 为什么要叫望江楼呢 兄台 在下黄明达 看你面生 你是老师刚收的弟子吗 弟子 我不是谁的弟子 爹 你猜我今天碰到了什么 倩倩 是不是现在越来越没规矩了 貌貌实实的 也不知道叫人 苏叔叔 你看我爹 本来有个好事情给你们说 算了 不想说了 你爹是疼你呢 快说说 你今天碰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 让尚叔叔也开心开心 你们等一下 司马倩倩马上拿起桌上的笔 就在纸上写了起来 这是他发现的 心里还激动着呢 谁光恋艳情芳好 山色空猛于一气 欲罢西无比西子 但庄龙我总相宜 倩倩 这是你做的 这么优美的诗 我也想啊 可惜不是我 我怎么可能做得出这样的传世佳作 这是我来的路上在湖边凉亭上听人念的 哦 难道又有哪个大儒来到了航程 但是我没有听到一点消息啊 爹 不是什么大儒 是个少年 应该是个学子 不过他也说不是他写的 是一个名叫苏氏号东坡居士的人写的 爹 苏叔叔 你们听说过这样的人吗 苏氏东坡居士 难道是什么隐居高士 难道你们也不知道这个苏氏 苏叔叔 这可是你苏家的人 我可以肯定 苏家从古到今都没有这么个人 兄台 我也想请教一下 兄台请讲 黄某定然之无不言 言无不尽 既然此人司马先先带来的 肯定认得自己老师 老师平时就非常注重礼仪 切不可因为对方贫寒就轻视于他 要是被老师知道了 就算老师不追究 凭自己师妹的性格 自己也会几天读不了书 兄台可知 霸王项羽 霸王项羽 不知道 那里白布府呢 也不知 孔子 孟子呢 不曾听说 这些人是鬼吗 还是我的知识当真如此浅薄吗 他说的人我怎么一个都不认识 问了这么多 瞎人也终于明白了 自己是穿越到平行世界的古代 不过随着交谈 也慢慢知道这位叫黄明达的人 居然是今天主角司马 挣出大儒的弟子 还是非常有才被大儒器中的那种 三大才子来了 不知是谁说了一句 大唐正是引来一阵骚乱 三大才子是航城三大号门主 唐 徐三家的公子 各个才华无双 一表人才 最主要的就是三家都想与司马大儒连依 这对家族或是个人使徒 都是非常有利的 何况那司马新鲜美若天然 试问在如此条件下 还有哪个会不行动 三人这身行头 倒是与后世那些奶油明星 有得一笔 有些赏心悦目 就是少了些阳当之气 左边身着紫袍者叫唐之三 中间这绿袍者叫朱明清 右边这红袍者叫徐伯明 三人非常有才华 现在都是16岁 而且都是14岁考中秀才 三人在得知瞎人的来历后 三大才子眼神里要喷出火来 在这航城之中 能争夺司马倩倩的 只有他们三大才子 也只能是三大才子 这个不一少年 不管他来自哪里 但到了航城 是龙爷得给我盘着 不知兄台高姓大名 能得司马大如如此重视 定是高才 我等三人才输血浅 也想与兄台亲近一番 不知可否 在下瞎人 不敢称高才 三位兄台 不可谬赞 原来是下兄 既有才华 可不要妄自菲薄 在下昨日我道相见欧有灵感 想的一首诗来 希望兄台能够帮忙指正 寒门九所秀生胎 若一月内接生胎 不一位知情仅好 见时酷之生火来 小弟文采时诗不佳 还望兄台不吝自教 下人一听徐博明的诗 就知道对方是在嘲笑自己 但是想了想他的身份 不能惹他 千万不能惹他 他作为三大才子 肯定是受到万千宠授的 脸面肯定重要 要是打击了他 那还不是要找自己的麻烦 徐兄真是高看于我 徐兄之诗如此高明 在下莫说指教 便是识得其中一两分真意 那在下也真是深得服缘了 不接 不接就让你再好看 在下唐之山 一向的瞎兄指教 不在田里栽道河 女骄半饮藏绿虫 但看人间花飞尽 子乎娘回返家中 这什么东西 难道也是取笑我的 唐之山 今日诗会 乃是家诗谈诗弄雅之会 你怎可做这藏头陆尾诗辱人 岂不自辱斯文 黄明达看到有些人还不明白 便解释道 这是一首藏头陆尾诗 诗第一句第一个字不 第二句第一个字女 第四句第一个字子 三个字组成一个孬字 而诗的第一句最深一字和 第四句最后一字中 组成一个种字 合起来念就是孬种 这是骂人的话 这唐之山骂人 没想到骂得这么有水平 要不是黄明达提醒 可能我们都还不知道缘由 杭成三大才子果然才华横溢 盛名之下无虚实 也不可小看少年 我也觉得没有苏氏这个人 因为我看那个人做这首饰的时候 明明就是看到西湖的景色 才有感而作 而且非常应景 要是别人的 哪会有如此真实 那人现在何出 我现在很想见见他 我早知你会想见他 我把他请来了 现在就在外面 不过这次可是苏叔叔的功劳 什么 我的功劳 我一开始邀请他来 他拒绝了 要不是听说在这里能喝到神仙醉 他可没兴趣 这么说来 那我还真是立了功了 看啊 要是这诗是他写的 那苏大人可就真是立了大功 哈哈 如果真的有大才 那我这久就太知道了 爹 其实我们可以再试一下的 我看他一虽未破 但是也老旧的很了 想必身上非常拮据 我们只需过画出几个对子 加一些彩头 想来他也是会参加的 这样也不会损了文人气质 这个主意不错 这样也不会因为银钱而永苏 更可以看出他的才能 那仙仙 看不出你这么聪明了 合着我在你面前 一直一来都是不聪明来着 哈哈 虾兄 站着做什么 快坐下来 你闻闻看 这神仙醉闻着可还香 你这马尿 哪里有肉香 嗯 虽还没饮 但此酒香气 却令人心旷神怡 亲人心脾 马上诗会就开始了 你也就可以尝尝 这金城神仙醉的滋味 好小子 你等着 大家请坐 请坐 不用多礼 今天我们苏大人专门为大家准备了神仙醉 能让我等 能坐在这望江楼里 迎师作对 抗饮没求 人生快事亦不过如此 这小子像没吃过饭一样 真是犹如斯文啊 这小子是多少天没吃饭了 大家都是我们航城俊才 今日我们再死 以文会友 正所谓迎师作动 其一为作势 其二便是对联 再死我就献丑 先出个上联 算是抛砖引玉 司马大如出对 想来非同小可 我这里也来个锦上添荒 这样如何 诸位财俊队出下联 我们可以拼出来最好 我这里就拿五两银子作为采头 为了不影响他人 我们把下联都写在纸上 待大家都完成了 我们在组中一一评选 哈哈 苏大人果然考虑周全 哈哈 那我就先出一连 大家听好 非花落雁相归字 果然是大如 上联一出 就这种难度啊 非花落雁相归字 妙 非花落雁相归字 出这五两银子这么容易 嘿嘿 有了五两银子 自己可以多活几个月了 司马正初拿起桌上的下联 看了起来 前面并无出彩 直到拿到徐伯明的 风雪扑面含尽谷 三大才子 果然是三大才子 就是精品 清风拔清 易入阁 不错不错 山水倒影美入化 唐之山这下联 以祝明星的下联 异曲同工之妙 以之似乎不相伯仲 瑶珠敲窗运入书 祖 唐 夏三人分别以亲 化 书对联 意境上就比徐伯明高出了一点 可惜徐伯明未能以其对联 不然今天可就是要比秦奇说话 谁更优秀了 但今天能看到如此才华 如此对联 也算今天来自会来的极锁 不需止息了 不过我倒觉得 这下人的下联更为工整 如果把这非话单独取出来 那么用山水 清风对之 却感觉有那么一点点不对 但整个下联 还是蓝的精品 是啊 非对摇 化对足 动对斗 民对民 还真是工整啊 此联无论从单字 意境都对得无比完美 古人对联之功底 非现代人所能挤 敌亏我 会抄古人作品 如此完美的下联 自此推敲 也是如此严谨 就连三大才子 也是被压了一头 世上还真有这样的不是天才 自己当年科考 虽然电是自己指得的胖 但是与一二名 可以说也是在伯仲之间 只能凭考官的喜好来评判 不像今天 虽然一字之差 但是高下力判 难道眼前的年轻人 已经高过了司马大儒 居然是如此大才 我说为什么懒得理会三大才子的挑战 原来是根本就看不上啊 是啊 人们还以为他就是一草包 没想到会是如此 不知这位才俊高兴大名啊 不才瞎人 见过司马大儒 小兄弟如此大才 想来定是非常之人 司马大儒 是我大主 文坛定海神针 在下不足挂齿 刚刚看到这位小哥学识渊博 比人有个不情之请 希望小哥能够帮忙 哈哈 周老板又想着你那旺江楼的遗憾了 你可知这旺江楼 为何明明建在这西湖边 不取旺湖楼 而要取名旺江楼 晚辈出来乍到 的确不知 其实我这旺江楼 是我周家祖产 120年前原名叫赏胡居 后来我大儒大如古同 来到赏胡居 心血来潮 写了一副对联 可却只写了上联 没有写的下联 因此对联 原本这赏胡居 才改名为旺江楼的 我们旺江楼一直悬赏100两银子 求一下联 可120年来 却无人能对出下联 所以司马大儒 才会说是 这是我旺江楼的遗憾 不 不知是什么样的对联 旺江楼 旺江楼 旺江楼上旺江楼 江楼千古 江楼千古 其实那100两银子 都是锦是彩头 无足挂齿 主要是对上了大儒古同的 绝对 要是对上了 还真要 海着这120年来的 所有文人要命 大哥 这可是100两啊 以我现在的消费水平 我可以生活十年的 原来还真有 这对联 可是旺江楼 前世可是四川的 都给搬到这里来了 那不会下联的 音乐井也搬来了 前面那水井可有名号 音乐井 我们天天都在那里打水的 水质很好 冬暖夏凉 果然如此 这地图还真把旺江楼 和音乐井搬到一块来了 我倒是想到一个下联 就是不知道 合不合周老要求 小兄弟但说无妨 音乐井 音乐影 音乐井 中音乐影 乐井万年 乐影万年 还真是应景啊 旺江楼 音乐井都有实物 而文字又如此工整 真是完美绝对 妙啊 妙啊 没想到啊 这下人对联的水平 难道已经超过了大楚国的天花板了吗 兄弟你好香啊 虾兄 今日这一对 明日虾兄定会在航城家喻户晓 恭喜 我早就知道虾兄气质不凡 湖边那首诗也定然是虾兄所作 但是虾兄还骗我 这世上哪有什么苏式 东坡居士 不过今天虾兄得到如此彩头 明天可要好好请客 我也想沾沾虾兄才起 司马兄 今日的确多亏你了 要不是你叫我来参加施会 我这会儿可还在为钱发愁呢 明天想吃什么包在我身上了 那我明天就要打扰虾兄了 当时可别嫌无法啊 哈哈 恭喜虾老弟啊 司马大儒这是要与这少年平倍相较 这是何等容训啊 周掌柜 你看在下队的这个下廉可还满意 哈哈满意 满意 太满意了 那悬赏 对对对 你看我这一激动 确实把这事都忘记了 感情我没提醒 你还真就忘了 小声谢过 周掌柜了 虾姑娘来了 虽然本官之前邀请虾姑娘 没想到虾姑娘竟然真闷过前来 有虾姑娘的起义 此次师会定然会登上一层楼 苏大人相邀 迷你怎敢不来 何况此时此地尽是我行成才子 小妮子也想前来 目睹我行成才子风采 刚刚各位才子们在此作对 可惜姑娘来慢一步 没有看到这望江楼百年绝对的下廉诞生 有些遗憾啊 对出来了 不知以和无相对 以景相对 就是楼下那口印月景 印月景 印月影 印月景中印月影 月景万年 月影万年 这位便是对出下连的虾人 虾大才子 你们虾家还真是出人才 一个航程情义无双 一个航程对子无双 也信虾 那可能我们五百年前是一家人了 那我就高攀 叫你一生哥哥 不知哥哥可否认我这个小妹 妹妹说哪里的话 哥哥我出身为寒 能隔妹如此优秀 也不枉此生 今天使得哥哥 小妹心里无比开心 我想父亲一起 还望周围成全 应该应该 本就应该先让孙姑娘弹奏一曲 那么我现在提议 过会我们就以情音为题 各副师一首 也算是感谢孙姑娘 好好好 梅上德沙姑娘居然来了 这下又把私会的气氛 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这下又把我给你 乔小姑娘情绪已然登峰造极 感觉自己刚刚亲身体验了一回 小桥流水乌业和金戈铁马的战场厮杀 小小姑娘情绪先是驱咒婉转 后又激烈高行 反转之法又汇然天朝 小小姑娘听你的琴声如此优美 在下为你复识一首 匆匆一首拔琴弦 婉转似在山水间 夫又听见千军出 打破晴空半日闲 我一来一首 一梦成蝶影照相 一醒花虎奔前马 一梦一醒一四五 其如金戈铁如画 既有小小姑娘中的情景情绪 也有七绿的美感 是难得的加速 果然不错 三大才子就是三大才子 情节 思韵皆家 不知道那位大头王 会做出怎样的佳作 不知夏哥为小妹写了什么样的诗 小妹可不可以帮哥哥念诗 好 那就有劳妹妹了 白兄 借你诗一用哈 牛豹琵琶半遮面 转轴拔弦三两声 未成取调 先有情 弦弦演艺声声声姿 次速停声 护则志 低迷信 手续续谈 说尽心中无限事 大贤桃桃如吉语 小贤窃窃如私语 桃桃窃窃杂谈 大猪小猪落玉盘 别有忧愁暗恨声 此时无声胜有声 银瓶炸祸水将放 铁骑敷出刀枪铭 举中收伐当心话 各贤一声如猎火 夜深呼梦少年事 火闻琴瑟 以叹息 同是天涯轮落人 将逢何必曾相识 同是天涯轮落人 将逢何必曾相识 传是佳作 传是佳作啊 想必明天那两句 别有忧情暗恨声 此时无声 胜有声 同是天涯轮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 就会传遍整个行程 可能不要挤运 甚至整个大土都会知识 这是何等的才华 这是妥妥的长将后廊退前浪 要把我们前浪拍死沙坛上 我的琴声真有这么好吗 我怎么不知道 想我李琴琴 一生才华 却终究讨不脱 这连鹰的命运 以后你们就跟着我吧 虾熊 昨晚虾仁已经知道司马仙仙的真名 也知道司马正出是他爹 更知道他是一个女孩子 也明白了昨晚一开始 为什么会被三大才子骂的狗血灵头 这些都是黄明达告诉他的 你是才子司马仙仙是美人 才子美人 说不定就会有一段佳话 我已经等你多时了 你可还真是好心智啊 既然一觉睡到现在 你不应该早起读书吗 不应该三更灯火五更基 这是男儿力之时 司马仙仙 我说你一个女孩子 跑来找我影响多不好 你不知道吗 既然你知道了 那我就原谅你刚刚的称呼 你可以叫我仙仙 你现在不装了 还瞎凶呢 回想你那装出来 彬彬有礼的样才 真是让人回味无穷 看不出来 虾哥说话还这么风趣 快点来 我早就把饭食准备好了 快来吃吧 再不吃的话 可就要凉了 我说司马仙仙 请叫我仙仙 哦 好吧 仙仙 你爹昨天我记得喊我老弟来的 我这会不会成为你叔叔啊 说不准 也许还真会成为我叔叔的 我爹那人有时也还真古把 看到有才情的小傻瓜 都会这样子的 真的 你看今天天气真好 要不你叫声叔叔听听 可以是可以 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说来听听 不难的话 我可以答应 其实对你来说很容易的 就是你把我娶了呗 书上不是说 古代女孩子很矜持吗 仙仙 你知道我是什么人 是哪里人吗 那你告诉我 你是什么人 你是哪里人啊 我是想告诉你 可我也不知道 我是哪里人啊 你不知道 看你样子也不笨啊 昨天还能写出 那么好的诗来呢 这不是笨不笨的问题 前些天我生了病 后来醒过来 就再也没有这些记忆了 你不信 我信啊 你说的我都信 那万一我已经娶妻了呢 那也不影响你再娶我 虾哥哥 我穿你装其实很美的 知道我又不是看不到你的脸 真的吗 虾哥哥也是这么觉得的吗 那你为我也写首诗啊 昨天为虾姐姐写的诗 现在才这个时候 崔红楼都人满为话了 写诗也不是不可以 但你帮我一件事 好 快说说什么事情 能告诉我 我是谁吗 嘿 你不是虾人吗 你是故意说这么简单的问题 是不是早就已经被本小姐的美貌所折服 已经写好了 不是名字 而是我是哪里人 家里有什么人 我为什么在这行程 自己既然能穿越到这里 想来远赌 应该是隔屁了 呆 太可怜了 想不到虾哥 居然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 来我司马家吧 并且把司马家当成你的家 仙仙 我是说真的 那你身上都没有一点线索吗 比如说什么物件 像预配什么的 没有 这次醒来 我就在这客栈 身上除了些碎银 别无他物 而且我也在这行程 闲逛了半个月 没有人认识我 将来我应该不是这行程人士 那就难办了 一点信息都没有 天下之大 也难一处处问啊 这样找到老也不一定能找到 不过你也不要气馁 过会我们去找我爹 看他有什么好办法 你爹逃离满天下 而且熟人也多 他如果肯帮忙 应该会容易很多 世上难道还有这等奇症 这可犹如大海捞针 也只能用些笨法子 瞎老弟 这样 这些天 我先找人给你做一个画像刻板 先把你的画像印出来 然后我去叫我的那些学生和好友 在全国各地城池去贴一下 按你如此才华 你到当地应该不会是无名之辈 不过这个时间可能会稍长一些 司马大儒 您不要称呼我 为老弟 这会折杀小子的 哈哈 老弟 你可千万不要妄自菲薄 老弟 你有大财 要不是老哥 我年岁长期 定要与你一结金兰 爹 你不能叫瞎哥为老弟 那我不得叫他叔叔了 仙仙 所谓打者为仙 何况瞎人才华在我之上 叫一声老弟 实事我占了便宜 爹 你们下弟子和其之多 难道你还要叫那些弟子以后 都要叫瞎哥一声叔叔 我和瞎弟乃忘年之交 这辈粉各论各的 要是他们想叫叔叔也不是不可 仙仙 你今天是怎么了 爹 我不是 我不是在为你考虑吗 长相和才华 现在都达标 选你去 最重要的还是人品 这人品 才能真正能让自己的女儿幸福 日子还长 还需要找到瞎人的家人 时间足够自己来了解他了 大儒 晚辈可不敢 如此放肆 且这对晚辈成长 意识不好 哦 贤职是志在科局 现在晚辈只想寻得家人其他的 暂时无甚想法 也是 以你才华和年纪 应当会有功名在身 等你画像至好 想来寻到不会太难 那就多谢 大儒身与援手 晚辈感激不尽 爹 你看我来帮瞎哥画画行吗 虽然你画技不怎么样 不过这只是要像就行 你想画就画 手又不是长在我手里 这样也省得我为他找人 瞎哥走 我们去我爹画室 我一定把你画得帅帅的 妹子 我这可是寻人启事 你千万不要美颜 我家这么优秀的白菜 要被这头不知从哪里来的猪给拱了 你 虾哥 你来看 我画得帅不帅 仙仙 怎么了 虽然你画的有点自己的痕迹 但谁能认识 我虽然知道你的画技造诣 以达炉火纯青 创作更是天马行空之极致 但是你能不能体会一下我此刻的心情 看你说的 我只想把虾哥画得帅一点 我有错吗 这小声梦浪了 如此可教也 还是先把你画出来 刻板师傅是个老手艺人 时间很快 三天就差不多快要完工 看着一张张印刷出来的人像 虾人感觉自己就快要找到家了 虾哥 我下个月可能就要去变城去了 本来还有两个月才会回去 但航城书院的院长提前回来了 我和我爹就要回去了 你没有身份凭证 一个人在这里会有些麻烦 要不你跟我们去变城去 我们也可以照顾一二 万一我们有了你家里的消息 你也可以随时知晓 那就让大儒费心了 自己跟着去变城 还真是自己目前最好的选择 在航城要是有点什么意外 自己还真处理不过来 那就这么说定了 下月初五我们动身 你到时准备一下 我还想着今天来道别的 心里本来挺难过的 现在好了 又能和虾哥玩了 我跟你说 变城可好玩了 比这航城繁华多了 虾人想着下月初五 也只有八天了 八天后 自己就要离开这个自己 到这世界的第一个城市 既有心酸也有忐忑 虽然还有几天 还是先说一声的好 不然到时还搞得伤感离别 虾哥 你来怎么也不打声招呼 让你见笑了 小妹说的哪里话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我们到里面去说 这个人是谁啊 我好像听到小小姑娘叫她哥哥 小小姑娘有哥哥吗 行程之中小小姑娘 好像还真有个哥哥 望江楼 什么 今天我居然和天涯沦落人 能够站在一起 什么 你要去汴城 有些事情 不得不去 下个月初五就走 这么急 也是 以下哥之才能 去汴城才会有更好的发展 到时小妹也好去投奔 虾哥 有一个亲身之地 呵呵 也说不定 我在汴城换不下去 到时回来航程 还要小妹照顾一二 两人虽是互相打去 却也是忍不了有离别忧愁 毕竟航程到汴城可不尽 在这个只靠坐船骑马的时代 有吃一去 可能会是终身一变 虾哥你走的时候我来送你 自己还真是无聊 这么大一个航程 自己却只能是在客栈书院里来回 先先 虾哥 你这是怎么了 是惊叹我的美色吗 不可如此 你难道不知道有句话叫唐突佳人 这还真是人靠衣装马靠鞍啊 我都快不认识了 美的陈鱼落雁 碧月羞花都不足以形容你之美 要不我先回家 再去思量些词句 不然还真是怕唐突了佳人 你给我回来 先先你说我到了汴城去做什么好呢 做什么 难道虾哥明年不要科考吗 我看你到了汴城还是到汴城学院去上下去 争取明年考个好成绩 可我现在都不知道我是谁 是否已经有了功名 说不定我还是个白身啊 以你才华 可能取此都已经考好了也说不定 见过司马大儒 我刚刚听到你们说科考 虾人 你明年要参加吗 没有现在都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世有没有资格都不知道 暂时就没想等找到家里人再说吧 也是要不这样 到了汴城 你就到汴城书院来听一下课 功课还是不要荒废了 到了汴城再说吧 也是 还是到了汴城再说 以你之才华 就算是到了汴城 也挡不了你的风资 到时你也不止科举这一条路 你的画像我已经送出去了 按时间 我们到汴城不久应该就会有结果了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 初五 航城外 来送行的有一大群人 苏库和一批航城书院学子 都是来送司马大儒的 而此时下人也正在雨下小小的 我们到了 变成作为大楚的都城 想当然气势磅礴 城内车水马轮 川流不息 离至航城繁华不止事位 街道两旁多是酒楼贵方 胭脂不装 商品一应尽有 琳琅满目 走商贩族左护右换 才子亮眼 缓缓游玩 司马府邸距离太学院不远 而下人还是在客栈里距离 祝司马家 不太好 毕竟这样会影响司马仙仙的名声 这变成 的确比航城繁华许多 先随便逛逛 也算熟悉一下 要是哪天找不到路回来 可就要闹笑话了 这位才子是买书呢 还是卖诗呢 不 这诗书格居然还卖诗 掌柜你这里还收诗词吗 是啊 来这里的客人都是些达官贵人 才子家人 还有青楼也会采购 用来谱成曲子 这玉带河旁 风景优美 也吸引全国各地文人前来 所以我们这里收诗词 当然价格是与诗词品质相关 那麻烦掌柜再给小生说说 这诗词具体价格 这是应该的 这诗最次的几百文到几两银子 当然 如果有人约诗的话 你就直接与客人谈 我们只抽一成 但是如果文采太差 当然就不会收了 可否借毛毛一用 我也想看看我写的诗在 这里支架几何 瞎人听到这里 他本担心变成物价太贵 自己经不起几下消耗 但如果可以卖诗的话 自己生活可就长期无忧了 掌柜麻烦你帮看一下 这首诗可以卖多少钱 好语之时节 当春奶发生 随风前入夜 任务细无声 也竟云聚黑 将传火独明 小看红诗处 花重殿京城 好诗 好诗 公子才学还真是高啊 那这诗 这诗作价几何 不瞒公子 这诗已然一流水准 你是想署名还是不署名了 哦 还有这样一说 掌柜不妨 为小生解祸 这样说吧 要是署名 小店也就五两银子收了 要是不署名 这诗就在小店寄卖 同样 小店可先给你五两银子 等诗卖出之后 无论多少 我书格只抽十之二 因为没署名的话 这诗别人买回去 可能就有其他用处 比如说参加比赛什么的 也就是说没有署名 别人买回去 那就是别人写了诗了 如果没署名 你这诗以我估计 最少百两起步 哦 掌柜 那还是署名吧 就写杜少林 瞎人想了想还是算了 用了人家杜少林的诗 还是给他灌个名吧 想来这样他也不会怪自己 何况自己有那么多诗 钱用完了 抄一首就行了 公子可还有佳作 要不再写一首 今日已然没有写诗灵感 带有些思绪 再来吧 今天就这样了 有了这条生财之路 自己以后生活 也是无忧啊 老是为了生活奔波 还是太累啊 自己不像 其他那些穿越者 要么会酿酒 提炼经验 做口红 治甜啊 反正好多 自己却是做不来 要是只是蒸馏一下酒 还可以 其他的还真不会玩 还是卖师来得自在 老板要两斤桃子 虾哥 你可回来了 你的身世那边有消息了 真的 终于可以回家了 虾哥 你应该是南城人士 不过 不过你家里没人了 这信是写给司马正处的 上面内容却是详细写的是 虾仁在南城的情况 虾仁原来是南城人士 虾家本是书香门第 几代单传 其爷爷时也算是南城一方文士 官至里不原外郎 可惜虾仁的父亲 在虾仁五岁左右 因在外担任县令时发生暴问 虾仁的父母因此双亡 而虾仁当时刚好赐关回家的爷爷 得以保存 虾仁十岁时考上同生 少有才气 而也是在这一年 虾仁的爷爷与其在变成了 好友李家变了娃娃情 虾仁更是在十四岁时考中秀才 只需再进行相试 就可以入了仕途 而也在这一年 虾仁的爷爷去世 而虾仁不懂精明 仅仅两年 破络的只剩一间房产 最后无奈 虾仁变卖了唯一的宅 为了完成当年爷爷的诺言 便到变成 欲找李家亡婚 虾仁 是不是有点失望啊 反正我醒来就是一个人 也没什么 已经习惯了 虾仁没事就好 我爹说了 叫你晚上去我家去 他有话给你说 好的 知道了 虾仁 过会我们走路回家 也好让你熟悉一下 司马家在变成的北城 还要路过太学院 因为皇宫在北城 所以北城多为达官贵人 两个人一路走 司马仙仙一路为虾仁 介绍这些府邸 仙仙 听说你昨天回来 正准备去找你 没想到在这里遇到 不要叫我仙仙 我跟你不熟 仙仙 你不是喜欢是吗 近日我正好心有所感 写了一首 我们去找个清静的地方 我们一起探讨 如何 说了不要这样叫我 你听不懂吗 仙仙 他们是什么人 他们是 叫子 你闭嘴 仙仙也是你能叫的 除了我 谁都不能叫 小子 你不认识我们 这位是官商豪的二公子赵宏玉 我爹是户部尚书 我叫樊高 这是大将军之子 他叫秦剑术 实际上的马上滚 赵宏玉 你们干什么 快让开 不然我告诉我爹 叫我滚 就凭你们这三草包吗 哈哈 你小子胆子真肥啊 是哪里乡下来的小子 劝你还是回乡下去 京城不适合你的 秦哥 看来还得你出下手 这小子可是牛逼到天上去了 作为京城三害 三人就是这样 秦剑术 你想干什么 小子 你是自己站出来让我打 还是让我把你抓出来打呢 哟 还不错 至少比那些土鸡宝狗强多了 看清了 打你的是秦剑术 欢迎报仇 高手啊 原来虾哥不仅文采飞扬 武艺也是独步江湖啊 哈哈 畅快 秦剑术也会有今天 有平时被秦剑术欺负的人 看到秦剑术倒在地上 心里无比舒爽 自己一直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却被眼前之人做到了 虾哥 你没受伤吧 不是 我怎么可能受伤 你怎么会有这么大本事啊 蒙到你以前是一个行侠仗义的大侠 那现在就有些为难了 你到底是想做将军呢 还是做文官呢 先先 即使我并不想进那些 而与我诈的朝堂 还是这样单纯一些 虾哥你跑快点 我爹在家等你呢 贤侄快过来坐 你的身份证实了 你有秀才共鸣 明年正好开课 不知贤侄是何打算 啊 伯父 我还是没这个心思 我自立上前 还不想过早入室 贤侄有这样想法 我也不好说什么 不过你既然是来李家完婚 却不知道为什么你却又去到航城 中间路途如此遥远 不过我却听说 李家去年的确是退了一段婚事 不知道会不会是贤侄 有机会我去找李家 问问是不是退的你的婚事 那就多谢伯父了 我还真不知如何会这样 刚刚去给夏哥送信 只顾着开心 居然忘了有婚约 那自己怎么办 难道我还要做小的 在这个时代要退婚可不是那么简单 婚约既定 那谁提出毁婚 那就是对另外一方的侮辱 因此 如果不是对方人挺道德出现大的问题 一般都不会退婚的 你说大小子是什么来头 明明是个文人 身体也不壮硕 不知他力气为何这般大 那人力气并不是很大 但是他的招数的确很是精妙 我想了这么久 也没想到如何化解这招 我好像听说司马仙仙在航城结识了一个才子 好像是叫瞎人 听说那现在广为流传的诗句 同是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 就是出于此人之手 这小子这么有才华 会不会是家里人出钱推他 不知道 但这小子的身手的确是一流的 与我以往学的武艺不同 这招式好像就是为了一招制敌 想来他的师诚定是不反 今天我们治了这么大的亏 不能就这么算了 对 不能这么算了 既然他能打 我们就改文斗 我们请诗文大家和他比 我不信那些诗真是他写的 好 就这么办 我们一定要让他声明早地 这时的秦剑术却还是在想着与瞎人的场面 自己要是学会这些招数 那对他以后从军大有好处 赵红玉与樊高两人在商议 秦剑术却是对此没有任何心思 甚至他还想去讨好瞎人 学得瞎人的武艺比什么都好 两位 我要先回家了 我可没有二位的兴致 今天可能又要跪一夜了 我秦家的家规你们知道吗 在外打架 赢了回家就没什么 有什么麻烦将军府会帮他摆平 要是输了 在祖宗面前会一晚 那秦兄先走 我二人一定为秦兄出了这口气 第二天 太学院热闹起来 原因是有一个学子 在玉带和诗书阁用十两银子买了一首诗 好语之时节 当春乃发生 随风前入夜 润物细无声 野镜云俱黑 江传火独明 小看红诗畜 花虫变京城 杜绍林 一个陌生的名字出现在众人的眼中 没有一个人听说 也没有一个人认识 原来是杜少爷 欢迎欢迎 掌柜好 杜少爷先请坐 今天还有家座吗 哦 昨天那诗难道已经卖出去了 杜公子所作诗句 乃是精品 昨天傍晚就已经售出 昨天那首诗卖了十两 那买诗之人看了诗后 二话不说就付了钱 看来这个世界诗文 还是好卖啊 掌柜 今天那我就写手短诗如何 无论短诗长诗 只要吃好就行 李渡不分家 就来手李太白的清平调 看一下市场效果 掌柜 这手可作价几何 杜少爷 那就还按昨天的价格颇好 嗯 回家回家 你小姐是又来买诗吗 嗯 最近可有好的诗词 有人刚刚送来一首 应是精品 要价十两 是吗 那我倒要看看 杜少林 后来是这杜少林 写给他心爱姑娘的诗了 却不知他为何又会拿来卖 掌柜 这杜公子是何方人诗 我在这变成 却没有听说过 这杜少林这样的才子 我也不知 他是昨天才来我这里卖诗的 这是第二首 那应该会是外地的 明天他如果还来卖诗的话 你帮我把诗留着 好的 要是他来了 我一定帮李小姐留着 那杜公子的诗太好了 一天一首还是太少了 多一些才好啊 怎么了老妹 家哥 我爹今天问了你和李家的亲事了 哦 怎么个事 李家退的正是你的婚约 不过你们不是和李 是李家那边修的你 哦 那没事了 他们那边说你偷了他们家的银子 还是被抓到现行 说你实在是道德品质太差 这才修的你 哦 那还不是一样 家哥 他们这样你的名声不是全毁了吗 反正没有婚约了 我也就和他们李家没有关系了 你怎么能对这样的事毫无反应 就像与你无关一样 担心有什么用 我现在也记不起以前发生了什么 也许是他们诬陷 也许是我那时候真不懂事 只要我现在就做好现在的自己 管他以前发生的事 我这是为你打包不平的 你看我都生了半天气了 嘴反正长在他们的身上 他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那你的身事我都帮你弄清楚了 你什么时候完成你的任务 司马仙仙看到瞎人真的不在 心中的阴云也就算了 不知道瞎哥这么优秀 他们李家还怎么会退婚 呵呵 可能是嫌我穷匪 那时我应该真没有钱的 可是你有才华 他们李家本来就有钱 有才华不就行了 别说这些了 我想这就头痛 说开心点的事 你们要说什么开心的 我告诉你们 今天太学院里流传一首诗 写得很好 那写诗之人的才华 可能不在瞎兄之下哦 是什么人啊 写了什么诗 我还是把诗给你读一下吧 你听一下就知道了 瞎兄可不要受到打击哦 好语之时节当春乃发声 随风前入夜 热物系无声 也静云俱黑 江川火独民 小看红诗处 花众变金腾 文才怎么样 有没有碰到知己的感觉啊 这也没有那么高声啊 哪有我家瞎哥的同事 天涯沦落人好 原来是自己卖的诗 文才还能怎么样 诗圣出品 难道还是水货不成 不过卖诗的是 瞎人还是不想让司马仙仙知道 要是让他们知道 自己为了银子去做这种事情 不知道他们又会做何感想 哦 这是谁写的啊 是你们太学院的学子吗 不是啊 听说是太学院一个学生买来的 好像写诗的人信度 安 明天要打听清楚 黄兄 这诗还真是不错啊 也难得你跑过来 与我们分享 你看我 说到诗又忘了 家兄 赵红语他们十日后 要和你斗诗 啊 是赵红语他们说的 现在在太学院都传开了 就他们那两个 我还不放在眼里 该干嘛干嘛 不放在眼里 你确定你没搞错吗 这大厨可能还没有人能在诗词上 不把那两个放在眼里 难道他们两个诗词很优秀 就赵红语和樊高那两个货色 我都敢和他们比 家兄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要与你对斗的不是赵樊二人 与你斗诗的事 钱是学和李浩唐两位 他们两位 夏哥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会和他们两位起了冲突 啊 家兄不知这二位 这两位是最近两界的状元狼 两位博才多学 出口成章 这么说吧 你如果在那天写不出相逢何必沉乡时这样的传世之句 你是肯定要输的 不 随便了 输就输了 又不是要我输钱 夏哥 他们也就无非是比你年长几岁而已 也不用担心 输了我到时给你做糕点吃 好嘛 这输了还有奖励 不过话说回来 你做的糕点好吃吗 好吃 太好吃了 我吃过的 虾兄 到时你输了 记得一定叫上我 啊 好久都没吃到鲜鲜做的糕点了 虾兄也到了变成几天了 我却应有事不能做陪 今天反正无事 要不我们去河边去游玩一番 怎么样 好啊 我也好想去 那玉河街晚上可是最为繁华漂亮 你们稍微等我一下 马上就走 虾虾 你说我们一会去哪里玩好呢 虾兄 不知鲜鲜在干嘛 还是叫人吹一下吧 千万别 反正现在天色还早 不急的 你要是吹了的话 这时间会越吹越长的 等等吧 习惯了就好 不 两位 不好意思 让你们久等了 没关系 那我们就出发吧 不然就要在这里用碗膳了 黄兄 今天你要请我们吃什么 为什么我请 你们不会请吗 虾兄前些时候不是才赚了一百多了 我可现在都还向家里要钱 我也不义啊 你还不义 你不义为什么吃得这么怕 虾哥 你帮我想个词 打土豪 吃大户 对 就打这个黄胖子 谁叫他家有钱来着 我们是穷酸读书人 没钱供我们挥霍 千千你怎么能说这么违心之话 我和虾兄才能算是读书人 你一女子 怎么也能称读书人 再说了 你家也算是家大业大 怎么能说是穷酸呢 三人一路有说有笑 倒是有趣 不知不觉之间 就到了这玉带河畔 虾兄 此处有一酒楼叫品溪楼 时间也不早了 我们不如到此处去 品溪楼很贵的 说好了 你请客 不要打虾哥主意 看不出来 师妹还会如此持家 真是让我这师兄亚麻带住了 虾哥 你别管他 他家真的超级有钱 你只要准备好吃大户的心理就行了 脸皮厚 吃得饱 我没有心理负担的 真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 这品溪楼还真是非同一般 皇兄 孙马小姐 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你们 是啊 真巧 今天陪虾兄来这里玩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高兄 富兄 这是虾人 虾兄 虾兄 就样了 不知虾兄可否就是要语情识学 靠谈二人鄙视的虾人 哈哈 正是你们所想 走吧 我们一起进去吧 看看里面有好位置没有 虾兄就是在航城一失成名的虾人 侥幸罢了 品溪楼的消费一楼没有规定外 二楼需二十两 三楼三十两 而五楼则需要五十两 黄明达叫来小二问了下 便直接上了五楼 这有钱人的消费还真不是一般 五人在最靠窗的桌子坐下 五楼总共也就只有两桌人 黄明达点了些韭菜 众人吃吃喝喝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皇兄 虾兄 坐在这里也是无据 不如我们来对对联如何 好啊 虾兄才华很易 要不就先由虾兄出题 然后轮流 随便怎样都可以 那虾兄就先出题吧 好吧 那我就先来 虾人左右看了看 只见大堂正挂着一幅荷花图 便说道 画上荷花 荷上画 虾人出的题居然会如此简单 高 傅二人原想着虾人才名甚大 应该不是草包 没想到出的居然就是这么个上帘 毫无难度 随后几人心中便各自思考 虽然上帘不佳 但他们还是想对出精妙下帘来 没想到虾兄之上帘居然如此巧妙 想到了 书里是此你故题 我是最先对出来的 怎么样对的工整吧 不是不是 先先 你看自上帘 你从后面往前面读 这是回环帘 从后面往前 从后面往前面读 居然也是一样 高 傅二人此时也瞬间明白过来了 这是回环帘 从前从后读 读音都一样 没想到虾兄只看了一眼堂中和花图 便出的如此对联 佩服佩服 虾哥 我们就是玩玩 你也不至于要用这么难的上帘吧 我还以为我是第一个对出来的 瞎兄 稍等一下 容我等思考思考 这位公子 没想到年纪轻轻却有如此才华 刚刚听了公子上帘 我也思得一下帘 不知可以对否 本就是娱乐消遣 兄台才思敏捷 还请兄台不吝赐教 那我就现丑了 公子刚才出画上和花和上话 那我对书林汉字汉林书 现在两桌人都在回味 瞎人确实一惊 没想到眼前之人居然对出了唐卜虎的下帘 这大蜀之人可谓藏龙物 没想到兄台下帘居然如此知惊妙 小声佩服 瞎人说完又行了一礼 这次他是真心的尊重 面前这个可真的是大胎 你你你 你是 你是前大人 本官前世学 一位才子瞎人 刚刚听到这位兄台上帘实在是妙诀 因此寂养 打扰了 前世学 上上界的状元 诗词更是一绝 与李浩唐同称大主诗词双胜 文学界天花板 小声黄明达 见过前大人 前大人快请坐 小声佩人 见过前大人 佳人 可是写出同是天涯伦落人的佳人 回前大人正是在下 得 那还真是巧了 原本十天后采见 没想今天反而提前了 本官现在也很好奇 瞎大才子的下帘科夫也说出来 小声的下帘 其实也与前大人的下帘差不多 大同小异 诗狼诗诗诗狼诗 居然也是用官职入队 与自己的下帘还真是大部分相同 真是英雄相见猎同 瞎仔子当真不凡 我这里有一上帘 各位有兴趣吗 还请前大人赐教 好 我的上帘是叽叽叽叽叽叽彤的 这个大楚国是正在向地球文化进化吗 怎么进视出地球已经出过的题目 不行 我不行 不行 我也不行 瞎兄你行吗 啊 男人不能说自己不行 讨厌 小声这里倒是有一下帘 不知怎样 叔叔梁梁克克精 说实话 我这上帘是我偶然所得 一直为思的完美的下帘 却是没想到 夏公子还是才思学脉 仅仅只是片刻功夫 便对得如此工整 若是仅在对人一事 本官还真是稍训一筹 既然下帘已出 本官也就不打扰各位亚信 真是很期待 十日后和夏公子的一诗会有 没想到这前世学 不仅是才学高超 为人还这么和蔼可亲 并无那些大学式的巨傲 夏哥你这脑袋是怎么长的 里面会是书吗 这什么鸡鸡到道彤彤打 你也能对得出下帘 我都不知道那位前大人出的这上帘 什么鸡啊什么困的 是什么意思 是啊 夏兄 我平时也自认才话不畅 但是与你们这些顶尖才子比起来 还是难忘其向背 不服都不行 不过我听出之前大人甚和蔼 信心极为和尚 但是那里号堂里大人则完全相反 是才傲物 甚是轻狂 那里大人虽狂 其实也狂 事意奔放 骑士之意定极其放飞 很是飘逸 大才之人必然随心所欲 夏兄说的提示 想必这正是本心之所在 才能做出家具 几人谈笑逐渐 天空划过流星 烟火红光于空中 焦香灰影 长长的红影铺满整个玉带河 而河水又反射极其要目 所有人都在看着美景 皆被震惊 夏兄 如此美景 何不作识一手 也让我等瞻仰夏兄之师台 如此美景 如无所作 倒也是汉事 夏人看到玉带河 马上就想到明代阳慎的 凌江仙 滚滚玉带东逝水 浪花草剑英雄 是非成败 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 几度夕阳红 白发鱼桥河主上 观看秋月春风 一壶啄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赴笑谈中 古今多少事都赴笑谈中 这下人的狮子才华 我不如也 这种人生大道 岁月沧桑真是如此 年轻之人所能感受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九楼老板听到五楼传来 有人做出传世之家座 便急忙跑上楼来 他要留住这家座在这品系楼内 这样他这里的品位和档次 就会更加有所提高 虾大才子真是久仰大名 没想到今日能到小店 幸会幸会 老板多礼了 今日虾大才子 在小店做出如此家具 何否将此诗句留于此地 庄标挂于这五楼之上 也算是成就一番佳话 当然也不会让虾大才子为难 这里五百两 算是为虾大才子润笔费用 你看可好 虾大才子 只要你答应 我立即把品系楼改为古宗 在航程时 朕也以为是司马老师 欲捧着年轻人 没想着瞎人 确实有真才实学 诗词一道 旷古朔金 连朕都是爱上他这些诗句了 该看见斗师结果 看他是不是真能力压田 你二人 如若直胜了 朕也想见见面 文才如此 就是不知其他有何长处 小顺 奴才在 这次斗师 你让左右丞相和三大儒当评委 务必保证公正 若奴才一定会办得票票了 所有人都不知道 楚皇居然也在关注下人 品系楼更名古金楼 而古金之来有是一位一首词 古金楼发生之事 一夜之间变成人人求知 虾的生命 一夜驾驭不醒 航程之大财 这才是谈点 没想到护不上书 凡原谅这次要请我们出手 斗师之人的才华如此之高 哼 听说这事的起因 是因为凡原谅的儿子 与这下人有些矛盾 想借机打击一下这下人的名声 我也是好久没有碰到如此对手 不然他那点花费 我还不屑为之 我本是看到他在航程所作之师 想试试是否有真才实学 没想到在品系楼 还真让人意外 下人那首词如你这般说来 必然是其临时而作 此次的确应解 就算不是他临时所作 也必定他本人所作 此次如此之细场 这世上还会有何人所作 你我二人恐怕也是难以成章 何况别人 有此才华也好 如是浪的续名之辈 那九日后的斗师 我还真就没有兴趣参加 也是 长焰文物第一 无无第二 诗子一道 到了我们这般水平 真要想分出个胜负 还真是难案 但能有如此与我等平分羞涩之人 时是为这生活多了几分乐趣 哈哈 然也 如若我二人不能将其彩下 那可是要为他扬名了 话也不能这般 如若死死当真与我等平分羞涩 扬名也是迟早的事 无需借除任何弱势再出家具 恐怕民生会更超你我二人 超越我们 哼 不可能 除非他能开创新文学流派 如此年纪 其文学沉淀应该达不到如此地步 现在他的作品很少 总共只有两诗一词 但首首经典 浅兄 你可听说杜少灵此人 你是说写了好语知识节 那个杜少灵 嗯 虽只留出一首 仅从作品来着 其实利于我二人也应不分伯仲 二位大人 宫中顺公公来了 正在掌院那里 掌院吩咐二位大人马上过去 皇上口谕 陈居使 皇上口谕 朕听闻杭州财子家人财气颇佳 朕思贤若可 特命前嗜血 李浩唐在斗师之时 对其考教 一命左右丞相与三大儒士作为平派 务必考教出其寸真伟 三位起来吧 陈居使 皇上还交代了 此事不必声张 你们好好安排便是 且莫辜负胜意 咱家先回宫去了 皇上既然关注到此事 你们到时要务必让其所作之事 尽为临场所除 不可让其有所准备 用自己已做好或别人所做应付 你二人随我来 我们还需商议一番 杜公子快请进 今日可是又有新作 不 掌柜 昨天那子不会又卖出去了吧 当然了 公子刚刚走 便被买走 看着行情 公子就是一天使手 也不会筹卖了 要不杜公子 今天来两手 如何 两手 掌柜莫开玩笑 一手在下写起 都无比艰难 两手就有些强人所难了 我现在又不缺钱 炒那么多干什么 也是 杜公子精益求精 所求甚高 也才是公子所做 手手精辟 那今天就一手 不过有些可惜了 昨天买食的李小姐又定了一手 今天这手留给李小姐 可就没有卖的了 哦呦 没想到在这个世界自己居然有粉丝了 看来无论现代古代 作品还是男女思念的恋爱 更容易让人喜欢 不知宋代刘勇的 蝶脸花 注意微楼峰细细 他们会不会喜欢 注意微楼峰细细 忘记春愁 暗暗升天际 考色燕光残照理 无言 谁会平蓝意 你把疏狂图一醉 醉酒当歌 强乐还无畏 一代渐宽 终不悔 卫衣消得人憔悴 不错不错 杜公子 我看你也是性格豁达之人 写诗是细腻如清风 怎么填词时却是这般儿女情长 莫不是杜公子心中之人 位在这变成之中 呵呵都是抄的 无需介怀 走了走了 哦呦 真赏心悦目啊 和前世学校校花长的真相 哎 真无聊 还是和仙仙逛街 有趣味多了 李小姐 你来的真是巧 杜公子刚刚把字留下 你便来了 哦 这么说我刚刚在门口碰到的那位公子就是杜公子了 他刚刚才走 你们应该在口碰到 怎么样 李小姐 先看字还是先歇息一下 春儿 好一个一代渐宽终不悔 为仪消得人憔悴 这是用情何等之身 想起上次买来的诗 这杜公子所思念的女子 适合等美貌才会让杜公子这等才子干长层端 但如果我是那女子就算拼着放弃一切 也要与杜公子双宿双飞 岂会让她受半分委屈 杜公子 自己与这美女还真是有缘 一会儿就碰到两次 如果自己现在放弃 自己就会后悔一生 莫非眼前这位美女是前世笑花穿越 但那时笑花也为正眼看过自己 认不认识自己都是两回事 敢问可是杜公子 杜公子 这不会是我的粉丝吧 不知姑娘寻小生何事 真是杜公子 刚刚是此格掌柜说杜公子刚刚离开 而且我在门口又刚好碰到杜公子 在这里碰到 故而确认一下 还请杜公子巫妖见怪 小生在这变城本就朋友不多 现下也是百无聊赖 哪里又来的见怪 杜公子可是刚到变城 在这变城难道没有亲缘朋友 的确是才到变城不久 朋友倒是有几个 不过他们平时都很忙 也就没去打扰他们 既然杜公子有时间 不妨到前面茶馆一起喝杯茶 小女子读了公子的诗词 心中也甚是欢喜 小女子也正好向公子请教 荣幸之至 那就谢谢杜公子 那就在那家如何 那小姐先请 小姐 好像不好吧 毕竟小姐有婚约在身 这单独与男子相会 如果传出去 那名声可就毁了 不知杜公子喜欢喝什么茶 随便吧 拉壶碧云天吧 再上些你们店特色糕点 三个人的量就行了 杜公子 今日冒没邀请 还望见量 小姐客气了 不知小姐怎么称呼 小女子心里 不知杜公子 那云响一场花响容 里面描写的女子 是何方人物啊 说来惭愧 这只是小生 胡乱瞎解 这世上并无此女 这可是李太白 描写杨玉桓的诗句 当然 此时的李小姐明显是不幸的 世上哪里会有这样的人 无病声音 威胁诗词 哪会有如此深刻 公子可是有什么无奈 不过想必以公子之才 明年柯决定能经绑提名 道时一锦还乡 一切所有自然水到取成 柯决 我才不去参加 哦 莫非公子还没考秀才公里 不是这个原因 小生三年前 几种秀才 这里还真得感谢一下园主 要不是他考到秀才 让自己身有功名 如果自己还是白身 按大厨律法 见官避贵 那可就算累 都要累死了 大好男儿 怎么可能不去参加科考 杜公子可是遇到什么难处 家父在朝中围观 有些许人员 不知可否帮到公子 先谢过李小姐好意 实是因为自身原因 单纯不想参加罢了 难道是这杜公子心中 所思念之人 辜负了他或是 已经嫁为人妇 才导致这杜公子心灰意冷 对生活失去信念 追求 嗯 一定是这样 这样才会让如此有才华的人 放弃所有人 都疯狂追求的科考 由此可见 这杜公子 是何等的用情之专 用情之深 若我是被杜公子 这样深爱的人 那我一定不居任何奸来 哪怕粉身自骨 我也要从其而终 那杜公子有何打算 打算 我没什么打算 反正就这样 以后的事 以后再说 没有打算 嗯 当一天和尚 壮一天钟 没事写写诗 卖点诗 在这变城 能过活就行了 杜公子可听说过家人 他也是最近出名 还有不少名句 特别是最日 他在品西楼一首词 因是让品西楼老板更换了店名 呵呵 当然知道 还有人问自己 听没听说过自己 杜公子之财不在此人之下 只是为何要卖尸 而不像那下人那样要名啊 卖尸 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换些银子 以杜公子之财 只需要携重要场合做尸一首 必然名动天下 何苦又要做见自己诗词 去换那区区几两银子 杜公子如若有困难 小女子倒也有些私房钱 不知杜公子意下如何 眼前这李小姐 莫不是看到我缺钱 想要包扬 在下靠尸子 还是能过活的 如以后又难 再求救于小姐 可好 吃我唐突了 还请杜公子莫乖 李小姐哪里话 李小姐真心帮我 我岂能狗咬吕洞宾 不使好人心 小姐 时候不早了 我们还要回府呢 今天能得李小姐请喝茶 无以为报 李小姐既然喜欢在下尸子 今天就送首诗给李小姐 求之不得 谢谢杜公子 他是怎么知道我的内心的 他难道已经看穿了我 我心中所想 所思 所愁 所苦 他全然知道 他到底是什么人 他怎么会如此知我 半间泪狠湿 不知心恨谁 是啊 我心中有恨 可却不知道恨谁 李小姐 小声就先告辞了 杜公子 我送送你吧 春鹅 杜公子呢 杜公子已经走了 走了 那我们也走吧 小姐 他可是跟你到过别的 只是你在这里发呆 他才走的 糟了 光继问杜公子现在居住在何处 看来以后要找他也只能到书店去等他了 我就知道你会想知道他住在哪里的 我帮你问了 他住在城西指引你太美客栈 这下你不用担心了吧 春鹅 你这样笑 是不是我这样有些失礼 不是失礼 是有些似春了 这春天也才过啊 春鹅 你是不是也看上杜公子了 我要是嫁给他 你就当暖床丫鬟 小姐 你胡说什么呢 小姐 大江君府秦剑术秦二公子求见 老爷让你去客厅呢 他来做什么 难道打架输给了虾哥 丢了面子 还想找虾哥的麻烦不成 秦剑术 你不会这么输不起吧 还要想找虾哥的麻烦 仙仙妹妹 你误会我了 不要叫我仙仙 好吧 司马小姐 我只是想让你引荐一下虾兄 你要见虾哥 你是想打他一顿 还是想被他打一顿 女儿 我以前怎么就没发现 你这么彪悍 仙仙 不可无礼 说不定秦职找虾人有证事 他有证事 他好像除了打架 就没个证事 司马小姐 你听我说 你们一直误会我了 其实我们家和文官之家 是有区别的 我是经常打架 但不是我爱打架 你可知我家会有在外打架 打输了就要回家到祠堂跪夜 你家这规矩 我倒是知道 难道还有别的引擎 司马伯父也知我们武将子弟 最终的归宿还是上战场 所以平时家族里面都鼓励斗狠 其实也是无奈 那秦哥是想虾哥教你他 那天用的那招吗 我虾哥还真是厉害 你这么牛高马大的 他居然一下子就让你爬不起来 不是 老妹 我不要面子的嘛 仙仙 你怎么说话的 你秦二哥也算是你从小玩伴 但你也要有点理解 司马小姐你知道虾兄现在住在哪里 知道他就住在承西指引你泰美客栈 司马叔父既然知道了虾兄住处 那我就先告辞了 去吧 秦大哥你等等我 我跟你一起去 我去找虾兄学艺去 你去做什么 我放心不下 万一你是骗我的 我也要去 好看看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你要是敢动虾哥一根好毛 我倒是把你将军服烧了 老妹 我们两家好歹也是私交 你至于如此嘛 你马上走 我就和你一起 你可不能去打扮 我这就走 不打扮就不打扮 既然你等不起 那就走吧 这仙仙今年好像是真的长大了 虾兄 虾哥 秦大哥要来跟你学武艺 仙仙 你来得正好 我还想去找你呢 秦兄 仙仙 我们到屋里去边喝茶边聊 虾兄 你前日那招 我回去之后想了一夜 虾哥 他是被罚贵了一夜 艾莱兰 小姐 给点点个面子行不行 不要老是这样说我难堪好不好 哦 不知秦兄今天来找在下 是有何事 虾兄 我想了一夜之后好像是中了虾兄这招之后 根本就不可能有还手之力 不知虾兄可否教我 呵呵 秦兄真是高看我了 其实前天要不是秦兄大义 我也拿秦兄无法 雕虫小技而已 虾兄说笑了 这怎么可能是雕虫小技 我掩饰给我父亲看 他也是赞不绝口 大将军都赞谈虾哥的招数 大将军只是看到结果 但是想要让别人中招 才是栏上加难 我这些东西并不适合军队呀 那不知虾兄认为军队需要什么样的招式 行剑术见虾人说到军队 他马上就问道 其实他今天来 他父亲也是有所交代 也想看看虾人是否对军队有没有什么看法 军队不是要大开大合 整齐划一同不同调吗 呵呵 没想到虾兄居然还懂军事 我还以为虾兄是一文落书生呢 姓秦的 你说什么 虾哥是文落书生 要不要你俩再打一次 我还真想再看你躺在地上嚎叫 我滴个司马大小姐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针对我 你没听出来我这是在夸虾兄 秦兄过奖了 我其实也只是在书上看过而已 并非精通军旅之事 虾兄谦虚了 刚刚虾兄说到军队因整齐划一 同不同调 不知虾兄有没有好的训练方法 整齐划一同不同调 训练这个有何难 平时让他们练习一下 正不走就行了 正不走 这是何种训练方法 正不就是一种行军的走路方式 很简单 是吗 要不这样 看虾兄什么时候有空 我带虾兄到军营里去世一下 看看这正不走是不是真的有效 可以啊 反正最近我也没事可做 我也要去 那这样吧 明天我也无事 早上我来接虾兄前去 可好 撑着打铁 我说了 我也要去 你好拉门拉门干什么吗 军营不适合女孩子去的 你真要去 你就女扮男装 明天早上我来接你们 到了军营 还请虾兄教我那些一招自敌的招数 到军营再说吧 也好 那今天就感谢虾兄款待 明日早上我来接虾兄啊 因为去军营之事 我还需要向我父亲报备 我就先告辞了 明天就有劳秦兄了 虾哥 你还会练兵吗 不会啊 我怎么可能会 那你刚刚对秦大哥说的好像很真一样 以前了解一点 但是不多 不想这些了 先先你带我去接上玩具 好啊 好啊 我们直接出发 好啊 虾哥 这天怎么这么老 虾哥我们走吧 我还约了黄师兄 叫他带我们吃好吃的去 他家很有钱嘛 对啊 他家本来也只是做官 可这黄胖子的二爷爷却不想做官 只想经商 这不 经过几十年 他家就变成了我大楚国最有钱的人家 这么有钱 瞎人真没想到 这个胖胖的独书狼居然是个富二代 还是大楚国最强富二代 所以嘛 只要是与他在一起玩 敞开了吃就行 劫富济贫嘛 劫富济贫 笑死我了 还是瞎哥有文化 好了 我们走吧 黄兄 不要怪我是你小师妹 还真拿你当一家人啊 瞎兄 啊 黄兄 你怎么成这样了 得去十哥界公式枣胡的路 给儿弄了一个时尚的发型 你弄个球头 你弄 我特娘真想垂死你 瞎兄 这股金楼可是为了瞎兄的诗才改名的啊 是啊 与瞎兄这等才子在一起 我们这都不知道玩什么好了 那我们今天就喝酒算了 仙仙 你一小姑娘 怎么老想着喝酒啊 这里的神仙最好贵 我要劫富济贫 仙仙 你 其实也好 今天就喝酒 免得被瞎兄打击到 赵兄 听说了吗 这次斗士好像是左右丞相和三大如是自愿来担当评判 斗士规模提高到前所未有 我也听说了 昨天那家人与前世学已经有了交方 而且这家人昨天还在品锡楼做了一首词 品锡楼还因为这首词更名叫古金楼了 这家人这么有才华 我们不会为他做了嫁衣啊 我现在也不清楚 但是仙仙他只是一个少年 怎么可能会写出那样的句子 我还真不明白 那现在咋办 要是仙仙赢了 我们花我们的钱去为他扬名 越想我就是越气 这两天我还听说仙仙天天黏着仙仙 还特别维护仙仙 是不是司马伯父有意让他们两个在一起 早知道我也去航城去了 那仙仙也就不会认识这家人了 赵兄 要么现在教后爷去司马家提亲去 我以前叫我父亲问过 但是司马伯父说这需要先先同意 虽然司马家话是这么说 但婚姻之事还是总得父母做主 好 这还真是个好办法 我今天以后就绝食 逼我父亲去 我们再去找那个杜少林 以他之财 想来也应该可以和那家人掰一掰手腕的 到时让他们三对一 看那家人还怎么胜出 好 还是凡兄办法多 那这事就麻烦凡兄费心了 我现在就要开始我的绝食计划了 既然这样 那就恭祝赵兄得偿所愿 我先告辞了 虾兄 快起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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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出发了 我们要出发了 虾哥快上来 亲兄 怎么这般早 现在可不早了 我在家都成练了一个多时秤了 鲜鲜 这么标志的公子哥 我还是生平警戒 两位可吃了早餐 要不我们先吃饭吧 虾兄 不必了 我来的路上买了饼汁 你路上吃 从这里到昆山大营 可有四十里路呢 我们还是先走吧 这时代的路没有地球时的马路平整 车速又快 四十里足足用了两个半时辰 此时虾人觉得屁股都快要被摔烂一样 虾人这才明白古代那句舟车劳顿的意思 你们两个跟紧我 军阴里面不要乱跑 大将军 虾公子来了 大将军好 我听说说虾公子有练兵制法 不知今天可否操练一遍 让我看看 练兵制法 什么练兵制法 虾兄 就是你昨天说的正步训练法 哦 大将军 这正步训练 只是会让军队行动整齐 对打仗可能没有什么好处 能让军队行动整齐 怎么又会对军队打仗没用 是啊 大将军 这个训练出来 可能只是让人看起来有气势点 看起来有气势 不知这气势会有多高 将军 我不知道现在军队是什么样的状态 所以不好下结论 既然如此 我们便去调场看看 真是远不如 自己上大学时 军训那一个月的样子 倒是很像我们小区保安训练的样子 不敢恭维啊 瞎小子 你看这些军事 方阵行计时 可否气势如虹 这些兵可是苦练了大半年 效果非常不错 啊 不敢欺瞒大将军如此队列 何来的气势可言 俨然一群乌合之众啊 黄口小儿 休要胡说八道 你可知军事 这位将军先不要发怒 你看这些军事队列歪歪斜斜 行走时脚步也不整齐 我说的可有错误 你说的是没错 但千人同行如何能做到你说的这般整齐划一 这已经是我大厨队列最优秀的了 就这水平还不如我们小区的保安队 将军训练正部 我保证只需半个月就可超出钢寸效果 这些士兵是训练过的 这比刚入学的大学生强霸 你个呆头学生 完全不知军事 却在这里大放厥词 你如在半月 不一个月超过我 那我就把这千夫长让给你 将军无需如此 都是为了建设我大楚军队 呵呵 看得出只是个纸上谈兵的家伙 瞎小子 我给你五百兵士 你训练一个月 我看看成果如何 要不这样 先训练半个月 大将军先看看效果 再做决定如何 这可以 老将军 墨将在 从你部分五百兵士给瞎公子 大将军 要不我用刚入五不久的冰士 也可以 见人 欺我太甚 樊忠 从今天起 你就守在这里府门外 只要是李小姐出门 你就给我盯着 看看他那私下相会的男子 到底是谁 父亲 高儿 是谁惹你生这么大的气 父亲 到底什么事情 你倒是说出来 父亲 太学院最近流传了一位 叫杜少林写的诗 儿子觉得此人有大财 想与其结交 这是好事啊 那我儿为何又发如此大火 因杜少林的诗事 既在诗词阁里出售 所以我叫樊忠去那里打听 谁知他居然发现李家小姐 就是我的未婚妻 昨日居然在茶楼私会陌生男子 什么 高儿 你且稍安无躁 这是非同小可 切莫生章 待会复找机会去李家问问 如若真有此事 我必然会要李家给我一个交代 羽儿 你可不要下娘啊 你从昨天到现在 你都没吃东西 你快吃点东西吧 喝一口粥 好吗 娘 你叫我爹到司马府去提前去 儿啊 你可愁死娘了 你爹回京是要朝廷调令的 今天我已经托人请了圣旨 现在八百里夹急 你爹最快也要明天傍晚才会到家 儿啊 你就吃一口吧 你这样到时我怎么向你爹交代 娘 你就别说了 我只有司马先先答应了婚事 我才会吃饭 儿啊 你是想要逼死娘啊 怎么样 这是我爹给你找的房子 小事小了店 不过也够住了 这是你送给我的吗 你对我真是太好了 只要软饭吃的好 没有房子买不到 夏哥 我说把房子送给你 但是我爹偏要说你满肤财血 必然心高气啊 所以我爹还是要你把钱给他 哦 这院子真不错 比起客栈宽敞多了 多谢伯父了 老爷 外来了一大群人 抬着豪谢礼品 硕士管上后前来拜见 赵侯爷 这是何意啊 司马大儒 喜事啊 我是张媒婆 赵侯爷家公子赵红玉 与大儒间仙仙仙七没竹马 现在赵侯爷想与司马大儒结为庆舰 这不是天外的喜事吗 哦 赵侯 急需提亲 为何来的如此聪明 不瞒司马兄 全子思念仙仙 现在已经在家绝食两日 我刚刚到家 就赶到这里 势力之处还望司马兄体怀啊 哎 红玉这孩子 怎么还在家绝食呢 赵侯爷 你看我家小女从小没娘 少了管教 这结亲之事还得他来同意 如若他不懂 我也没办法 司马兄虽说我家育儿一事无成 但是我在这里保证 他到时可以继承我后爵之位 仙仙嫁过来 也算是一个后爵夫人 赵侯爷真误会我了 我家仙仙 他早就说过他的婚事 要由他自己做主 我不能干涉来着 送客 赵侯爷 行 你这几天一直盯着 要是有什么情况 马上通知我 我要让他身败名裂 见人 什么 可这李家悔婚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南城下家没落 而李家近年来风生水起 所以李家从来没把这门婚事 放在心上 没想到今年年初 佳人居然从南城来到 变成李家 李家看到佳人一无所有 而此时老爷又正在为公子提亲 所以李家当时就与佳人商议合理 这佳人也有自知之明 就同意了 李家因此又给了佳人五十两银子 但后来被有心之人传出 李家嫌贫爱妇 退了穷就财的婚 又与凡家结亲 李家因为压力 便无限佳人品行不端 调戏李夫人婢女 又偷了李夫人的首饰 李家这才休了吓人的 呵呵 他们李家还真是老小都不要脸 小姐 我今天到 只因你太美客栈里问了 客栈掌柜说了 这几个月客栈里 并无叫做杜少林的住客 那杜公子肯定是骗了我们 你说他为什么要骗我们啊 他如果不想说 不告诉我们那时 为何要多此一举 是啊 小姐 你和他本就凭水相逢 不想见你 不说就好了 为什么 为什么 小姐 我想起在客栈听到另一件事 什么事 客栈里还住着一个人 名字叫虾仁 虾仁 可是写出同是天涯沦落人 那个虾仁 就是那个虾仁 那有没有可能 这个虾仁就是那杜公子 杜少林是他用的假名 也有这个可能 但这个虾公子 今天已经搬走了 搬走了 那我们以后再也找不到他了 不过我还听到了 另外有关他的事 还听说什么了 你快说 小姐 你可能想不到吧 这虾仁正是与你有娃娃亲的那位 什么 是的 这虾仁正是我们家悔婚的那位 真的是他 原来我以为他只是同名同姓而已 没想到却真的是他 原来我以为他会回去南城 没想到他居然去了航城 难怪他的失去那般沧桑 在被自己家污蔑后 他孤身一人流落航城 天涯冷落人 要不是自己的父亲先平安赴 要不是父亲相遇凡家联姻 我现在就是这虾仁的妻子了 小姐小姐 你怎么哭了 一点你误了名啊 一半仍思君 不知君是谁 阁楼台上掌相望 泪落沾窗围 我一声天心 天雀浮又黑 苍天何欲捉梦我 选择带入我的 够的毛铃 虾兄 你让我好早啊 我昨天晚上到客栈找你 没想到你进南班家了 虾兄 你快点去收拾一下 随我去军营吧 好的 过会到司马家 我跟仙仙说一声 我已经跟他说过了 今天司马大儒要他去太学院 他就不去军营了 那好吧 我们出发吧 好的 仙仙怕你骑不灌马 他把他家的马车给你用 就在外面你坐马车 我骑马 王叔 辛苦你了 又要让你走一趟 小姐吩咐了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王叔 有一件事 我想问一下你 什么事 公子你说 你每天送仙仙来 仙仙是怎么进 我家院子的 墙那么高 小姐没告诉你 他不肯说啊 我都问过他几次了 他没说 小姐没说啊 小姐既然不说 那我也不好说 那是你们年轻人的秘密 我就不多嘴了 春娥 今天杜公子可有卖诗啊 没有 小姐 我问过狮次哥掌柜了 他这几天都没有再来卖诗了 是不是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小姐 司马大儒给这家人买了宅子 可能真的不会再去了 不过小姐想要见他也有办法 五天后就是他与钱 李二人在仙林楼比试之日 小姐想要看他 前去就是了 哪会那么容易 听说此次评判 是有左右丞相和三大儒史担任 排长和其之大 已经有多少文官大员都已经定好了位置 而我一个女子 又如何能到得了其中 只怕到时遇待接 可能都会是水泄不通 这样好了 我们就在仙林楼旁边 找个位置好一点的地方 到时你远远看一眼 也算是了了这装心事 要是老爷当初不糊涂就好了 把这么好的姑爷给放走了 没关系 这你还不够了 这装心事 手术 手术 夏天 冬歌 冬歌 这病ось 不够了 这是一千士兵 一万士兵都不会有如此气势 如果在外面行走 一些土墙恐怕都要被他们的脚步声震塌 夏公子 这就是你所说的正步 真是惊动天地 气势红壮 古今未有之不乏 有此一千壮士 定会让那些疗狗吓得屁滚尿流 夏公子 真乃神人也 今日在军营中不便饮酒 那明日 明日你好像要斗士 那就后日 刀罗父上 我要与你一醉方休 说 你后日亲自去接夏公子 那就感谢秦寿将军了 小生明天 还有比赛 先告辞了 公子 有人拦路 看着是来者不善 此路是我开 此处是我在 为那么多话干什么 我们又不是截道的 大头娃 快下车吧 我们在这里都等你一天了 不知几位好汉 找在下 有什么事啊 我们四人 也不怕你耍什么花肘 告诉你无妨 就是由人储打架 要你人储 夏公子可是司马大路的贵客 你动了他 你们会被全国通缉的 全国通缉 弟兄几个 你们怕吗 我们本来就是全国通缉犯 不知对方出了多少价 我愿出双倍买我的命 双倍 那还真是多 不过干我们这行 自然有我们的规矩 对不住了 冲啊 冲啊冲啊 阁下是何人 你阁下真手 想来不是无名之辈 我就是一马富 你这是一剑封好 你是王一剑 虾公子 我们回军营 军营里有最好的外甥大夫 这样的伤 战场上比较常见 肩膀贯穿伤 看着胸血 实则没有命中要害 只要取剑时止住流血 问题不大 但下人却是在军中练兵之人 这才多久 就由人来刺杀 是不是时机也太巧了 吕将军 你速带人去现场 找一找线索 莫非是辽国人做的 那就说明这军营之中 必然有辽国奸细 如果不是 那就是虾人各人的恩怨 大将军 莫将询问马夫 马夫说是刚好有一个侠客经过 救了他们 会有这么巧 现在还只是他一个这么说 等到虾公子醒了 就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 这是我看不会这么简单 让司马家的人先过来 总之 这时必须要查个谁落实出 是 大将军 二位 事发突然 没想到在便城外 还有这等胆大包天之人 幸好有高手相救 不然我真的不知道 怎么面对二位了 虾哥 你这是怎么了 行侄子 我家那马夫可好 就是他带虾兄回来的 他没受伤 现正在葬中休息 那就好 你叫人带我去见他一下 我有些话想问一下他 虾哥 是什么人把你伤成这样 虾哥 你快点醒来 你可千万不要有事 明天你还要去斗士呢 我还等着你带我去呢 虾哥 你快点醒过来 我还等着你娶我呢 晚安 你没事吧 老爷 刺杀公子的是两伙人 一伙是职业杀手 拿钱杀人 另一个用弓箭 看其样子 我猜想应该是军人 至少是曾经是个军人 怎么还会牵扯到军队 既然有军人参与 那我们就让大将军去查好了 你在这里 我去见一见大将军 司马修 快请坐 发生这样的事 真是过意不去 要不是说邀请下公子前来 虾人也不会遭此前难 大将军有劳挂心了 司马修 不知这瞎小子 可有与人结仇 据你家马夫说的 这是要娶虾人性命啊 虾人是南城仁士 刚随我从杭城到这汴城 这边也没有亲人朋友 好像也就与令公子 有小许误会 远没到要人性命的地步 不过有一件事 不知道会不会和这有关 司马正初把虾人 和李家前后缘故告诉了秦寿 没想到虾公子还有如此精力 不过这也好像不是什么大事 何况此事的虾人 也不再是以前那岌岌无名之辈 更何况明日就要举办斗士大会 他李家为了这点破事 恐怕也不敢在这个时候动手 而且现在虾人背后还有司马兄弟啊 大将军 五具尸体中有一具是我们昆山军营的人 是万百户手下的一个神长 名叫吴成化 另外四具无人时的 想来不是我军营之人 果然事情还是出在了军营 大将军此刻也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事情出在军营 就说明军队中有别人安排进来的奸行 既然有一个 那会不会有两个 三个 司马修 你可有什么见解 大将军太太爱我了 事发突然 毫无线索 我哪里有什么办法 要不还是交给军情处吧 他们才有这个能力 得 也只能这样了 吕将军 你今晚就去军情处 叫人来处理这些事情吧 我们打仗还行 这种事还是要他们来做 仙仙 军中大夫说没有事的 只是受了一点小伤 你不必如此伤心 爹 可是我看到虾哥这样子 我心里就是难过 仙仙 别哭了 虾人醒了 虾哥 太好了 你终于醒了 我差点以为就要吃喜了 仙仙 我真谢谢你 虾哥 你要快点好起来 明天你还要带我去斗师呢 放心明天斗师没有问题的 虾人 你安心养伤 其他的现在都别想 好的 谢谢伯父天挂 虾人看到司马妇女二人 心也安了 此时的虾人已经把妇女二人当成在这个世界的亲人一样 虾哥 你现在饿不辣 我吃过晚饭 还出发的 不饿 这么晚了 你们休息吧 我就要在这里陪你 哪里也不去 大将军 有两人失踪 都是万百户手下的兵 一个是神长 一个是小兵 冯将军 你马上派人快马去往辽国和金国方向的关口 堵住另一人 另外再派赤侯去盯着辽国文使团 看看此人是否会与文使团会合 末将领命 是不是没有成功 会不会暴露 会不会连累自己 咱到此时也非常紧张 一开始只是被仇恨冲昏了头脑 一心只想要瞎人死 现在却越来越害怕 他毕竟刚刚十八岁 这是他人生头一次做这样的事 樊忠 还有消息吗 少爷 还没有 可能今天不会有消息来了 您还是睡吧 你先回去吧 要是有消息 第一时间告诉我 那小的就先回去了 少爷 你早点休息 身子骨要紧 先先 你是我见过最美的女孩子 真的吗 虾哥哥可不要说谎啊 没说谎啊 你就是最美的那个 哎呀 讨厌 讨厌死了 欣欣 你别这样子啊 我会受不了的 虾仁 你身体坚持得住吗 应该没事的 现在都不痛了 到了那里 我不乱动 就是了 虾仁 今天你也无需紧张 就算是成绩不好 也不要紧 就当历练了 知道了 我会小心应付的 仙灵楼 变成最大的酒楼 多次举办过诗会 但是这么盛大的还是第一次 这里不仅有名眼上的牙役 同样也有许多 街衙们派出的暗卫 隐藏在人群当中 今天这么多朝廷大员 和诸多名士 只要出一点事 明天整个大楚都会不得爱 此时的玉带街道 多是俊男亮女 孩子家人 变成好不容易 有这么一次盛会 自然都从家里走不出来 何况还有许多 从其他地方来的 变成早就已经人满为患 看那就是夏人 是今天的主角 一人挑战前离二位大人 夏公子 长得好军啊 不知道有没有娘子 那就是司马家大儒的女儿 长得还真是水灵 女虾兄还真是相配啊 看她样子 好像是受伤了 夏公子 我们都支持你 杜公子果然就是夏公子 看她样子 怎么像是受伤了 是发生了什么吗 这女子应该就是司马仙仙吧 长得真美 司马大儒的女儿 想来才华定员也不会差 也许这是夏公子最好的选择 可是若是上天不捉弄自己 那么现在扶着夏人的那个女子 可就是我李清清了 现在却只能在这偷偷地看着她 司马妇女两人扶着夏人 在侍从的引导下找到位置坐下 她当坐下 就引来了全场人的目光 毕竟夏人可是今天的主角之一 这就是夏人 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与众不同 好像与我等也并无差距 楼兄看人还真是与人不同了 不过楼兄刚到变成 不知道这夏人之才 确实已经达到了高不可攀地步啊 哈哈 天下才子多如牛毛 他夏人何德何能 敢居于高不可攀的地步 如果有机会 今天倒是也要叫他 见识见识我北城楼宾的厉害 答对对对对 对 楼兄为北城第一才子 当得与夏人相提并论 这时在人群中 梵高看到夏人到来 眼中顿时冒出仇恨的怒火 同时又有一丝心慌 他怎么没死 那四位可是有名的杀手 怎么还会失手 都不知道那四个人是干什么吃的 怎么会连个读书人都对付不了 现在看到夏人 梵高马上想到夏人和李清清 在一起私下约会的画面 恨不得马上冲上去 手刃情敌 而夏人也在这里还看到了熟人 居然是航城的三大才子之一的著名青 夏兄 没想到居然会发生这样的事 让夏兄受这种苦头 夏人谢过钱大人关心 但在下有伤在身 实在不能行礼 还望钱大人不要见怪 夏兄说的哪里的话 夏兄遭此大劫 本就在家好生养伤 可是现在局势 也不是钱莫所能决定 本是我对不起夏兄 何来夏兄失礼至说 这就是古人 明明是你失礼了 谦虚的好像是他做错了一样 夏大才子 一句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硬是让多年的匹夕楼 更名为古今楼 一谋久仰大名 李大人客气了 李大人 殿是一骑绝尘 天下学子 难忘相辈 也是早想殿 李大人 今日相会 时事三生有幸 今日能与夏兄同台竞技 实属快事 到时等夏兄商好 我们在登门拜访 与夏兄不醉不归 祝明清见他们寒暄完 马上过来找夏人 祝明清也是在夏人离开不久 便到这变成求学 而且他在这变成也没什么熟人 听到夏人的斗师 便也来参加 夏人也是很高兴 虽然望江楼上有过冲突 但是后来夏人的才华硬是折服了他 在航程时他就拜访过夏人几次 说了几句话 祝明清便去到自己的位置上 今天毕竟夏人过会还要比诗 也就在这时 我看作好 会场内落真可闻 非常安静 都在等着他们发话 试会要开始了 今天原本是前世学大人和李浩唐大人 与夏人才子的比诗之会 但是由于最近辽国文史团即将来我大楚 以挑战我大楚之文道 真是岂有此理 满一位开化之地 也敢如此胆大万为 是可忍孰不可忍 所以为震慑辽国 圣上今天就借这师会之地 选取参加对战辽国文史团的人选 在座的24位朝廷官员 先进先帝一轮评判 每一题选出24人 然后由我五人再进行第二轮评判 我五人会从第一轮选出的24人中 会选五人成点圣上 最后由圣上踩点 左丞相的话一出 现场一惊呼 本来都是来看热闹的 没想到自己也变成了主角 可以上场一试 下面由又丞相开始出题 这是一幅上帘 这一提示 此目为柴山删出 大家都把自己的下帘写在纸上 不可交头接二 不可用以往的老队 宋人将自己答案告诉文书 再由工作人员将纸片呈给评判 这时虾仁也发现 靠近那边的窗户边 居然也有一个人在写字 而且写得很大 写完之后就有人把它挂在窗户外 虾仁这才明白 这原来是给外面人看的 虾仁也并没急着说出下帘 反而还在东张西望 看着四周的人若有所思的样子 还真是有趣 虾哥 快想下帘啊 虾仁这才反应过来 因为虾仁还有一个问题挺疑惑的 就是只要是每个重要场合 为什么出的题目都会是地球上出过的 并且很出名的 这让自己作弊也太轻松了吧 我的虾仁是阴火成烟稀稀多 其余人看到这里也是一惊 虾仁就是虾仁 没想到这样难度的上言 他几乎都不用思考 过了一会儿 所有才子都写好了自己的答案 经过评判们的深思熟虑 很快便宣布了最佳五人 虾仁阴火成烟稀稀多 前世玄和日文相右右双 李浩棠 女家出嫁子子子 黄明达白水化前仙先生 宋思兴 三十成员日日昌 黄明达此时听到有自己的名字 一下子就站了起来 面色潮红 激动的发出鬼叫 当然 窗口的人看到之后 马上也写出来 挂出去 外面现在可是都不知道 有多少人在等着下连出来 我还以为这上连已经是出的相当精妙了 没想到啊 没想到啊 我大厨闻到昌盛 居然有这么多的好对子 我到此时都还没有想到下连 会场中人确实对出如此水平的下连 看来能进入会场的都是大财啊 而黄家人看到黄明达的名字 便飞奔着跑回家黄家 一边跑还一边喊 黄明达是我们黄家的公子 他要第一个跑回去报喜 有此等喜事 想来洗钱也不会少的 下面我来讲第二题 这也是一个对联 上连为北斗七星 水底连天十四点 我的下连是南楼孤艳 月终带影一双飞 虾哥的脑袋怎么转得这么快 上连刚出就对出了下连 听过评判 最后五人是 虾人南楼孤艳 月终带影一双飞 前世学东海单日 波涛倒映双日出 李浩棠对月孤卓 举杯唱尹成双人 楼边南马四提 脚踏回音八声响 著名清西湖孤楼 连影一的双楼声 著名清没想到自己会被选中 他也是在西湖边长大 而且刚刚出题的时候 他就想到了西湖边的望江楼 一下子 还被他镶出了个下连 与此同时 外面肺腿不可开胶了 虾人一开始是斗士比赛的意义 所以并未占南城的名额 但是南城的人 现在都知道虾人是南城人士 所以南城人一看到虾人的名字出现 便在外面大肆宣传 楼宾 我们北城的第一才子 果然不乏 第二轮也上榜了 OK兄弟们 全体目光向我看起了 我全光上 祝明清 我们航城人士 航城散打才子之意 航城的人也看到了 他们航城有人上榜 自然也要激动一番 现在楼里比都热火朝天 而外面的人同样也不甘示弱 这虾人之财还真不在前里二人之下 两轮都是不相上下 甚至在工整上 虾人的下连似乎比前里二人的还要强上一些 虾人当位不是之财啊 小姐 你是说 虾人是更胜一筹 从目前来看 应该如此 但对连中士小刀 最终还是要开始此 但是到了他们这般高度 评分求死容易 想要分出胜负还是难啊 小姐 这是为何啊 胜了便胜了 怎么还能胜负难分 自古有文无第一 五无第二的说法 都是笔文又不能像大家一般 像他们这样的各有风格的 写出来的诗文自然各有韵味 所以很难拿出来比较水优水炼 第三题 还是一幅对联 南通州 北通州 南北通州 南北 东档铺 西档铺 东西 档铺 档东西 他怎么每次都是最快 你才是最快 你全家都最快 经过平探 最后五人是 虾人 东档铺 西档铺 东西 档铺 档东西 前世学 短木齿 长木齿 短长木齿 两短长 李浩棠 左丞相 右丞相 左右丞相 站左右 部落分 分相思 合相思 分合相思 探分合 楼边 上弦越 下弦越 上下弦越 有上下 右丞相 没想到我两人 居然也成了对联的题材 这汉灵院的才子 还真不是一般 能够现场打题材 虾哥哥 你好厉害啊 仙仙 你说我哪里厉害啊 讨厌 讨厌死了 快看 楼边又上榜了 看来此人才华也是不简单 这第四题题目很简 就是大家填一曲西江月 其他没什么要求 只能是现场填的 以往的是不行的 西江月 双调五十字 韵律且先不谈 西江月 还有不成名规矩 就是上阙前两句需要对战 下阙头两句也是如此 西江月 用宋词三排手里面的拿手合适呢 有了 这傻人填词怎么就蛮死的 这虾人之才恐不走私 司马兄 你这次可是找了个好女婿啊 你可不要像李家那样 不识经相遇啊 把这么好的一个人才让给了你 左丞相 虾人这孩子是先先在航程结识的 人也算是他自己选的 可没我什么事 官员评判也是小心翼翼 费了好大功夫 一天一天的细读 挺为 花了很长时间才将前五位甄选出来 虾人 宝季松松挽救 千华淡淡装成 清烟醉物照清盈 非絮游似无定 相见争如不见 多情和似无情 生歌散后酒出喜 深渊月行人静 前世玄 明月轻浮旧冒 夕阳重天心愁 诗词画里见芳心 原来早有定命 三月桃花虽好 两年清酒为心 一斩于胡胜冰心 又是虚度光阴 李浩棠 玉带浅浅波浪 脚跃淡淡云霄 神仙玉来是牛刀 且看名律浮晓 但留一丝惨醉 解续两分傲娇 宇周晚叶白发桥 惊动一汪芳草 楼边 相见争如不见 多情和似无情 他这是写给我的吗 难道他还在耿耿与怀里家退婚的时 还是说他现在已经遇到了司马行仙 不再想与我有过多的交集 声歌散后就出行 深渊越写人静 应该是这样了 他现在就像是酒醒了一样 不想与李嘉有任何关联了 可是发生的这一切 都不是自己一个人的错 为何老天就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 还是回家算了 李轻轻现在突然觉得在看下去没有意义 人也看见了 他的心意自己也知道了 就算是要后悔 要流泪也在自己的小院里 现在下人的人生越来越大 李嘉当初鬼魂的事也让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只怕是事情的细节也会被人慢慢发展 那到时的李嘉 名声可能毁于一旦 到时又怎么面对瞎人 这最后一题 是做异首事 题意为相思 规则还是一样 只可心做 相思内容 古人还真爱 写这个题材 写的最多 精品也多 选哪异首呢 好像还挺多的 因为题目过于大众 想要胜出还真是难 而且前面所做 虽说瞎人稍比别人的优秀那么一点 但是压倒性的优势还是没有出现 瞎人想了片刻 终于眼睛一亮 终于让他想到了一首 这首诗在瞎人的前世时 可以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历史中指出了这么一首 按理来说 写诗所有人都会写 只是水平高低不同 比填词至少要快很多 但是评判五人聚在一起 拿着一首诗在讨论着 这首诗的诗名叫两相思 豁然就是瞎人的诗 却是一点都不像是瞎人的水平 诗意虽是丈夫思念妻子 却是并无太过出彩之处 要不是瞎人写的诗 可能他们也不会太过关注 但是这是瞎人写的 他们也拿不准了 要是这首诗自己等人 确实又没有理解到 反而乱给评价 那倒是他们五个评判 可就要把笑话弄得天下皆知了 最终左丞相还是决定 瞎人的诗挂起来 让大家都看一下 到底是瞎人另有高深含义 还是这诗水平就是如此 众人都看到这首诗 读起来还可以 但是再怎么说 今天这个场合 这种诗想要过关 还是有相当大的难度 两相思 两相思 呵呵 两相思 这名字取得妙啊 夏兄大才 我不如也 今日能读到夏兄如此精妙之诗 也算是李某三生有幸 李大人不可如此 折煞小子了 夏兄之才 做我先生绰绰有余 行先生之理 夏兄是担得起的 众人全都迷糊了 这里好堂向来高傲 特别是在试文一道 更是在这诗上还没浮过谁 却不想今天 却对这下人五体投地一般 难道传闻有问题 并不真实 李兄 不知这诗可有什么高明之处 前某愚钝 可是还没能看出来蹊跷 这首诗名为两相思 为何诗文却只有夫斯七 前兄难道不有疑问吗 我等也是因为这诗名 与诗不符 又是因为是下人所写 踏实评判有误 故而才让大家一同来鉴赏 李大人何不快些说出来 也让我等不必久猜 两相思 自然得有两种相思才行 夫斯七一种 必然还有七思夫才行 这就是下兄的高明之处 大家不妨再细细体会一下 当你们体会到七思夫的那种感觉 你们同样也会觉得下兄这是矿骨绝金 我还是没看出来 李兄 本来我以为我二人在伯仲之间 现在看来 李兄才华确实高我一筹 前兄说的哪里的话 下兄此事已其绝金 我也就直说了 大家读事实不妨 再从最后往前读一遍就知道了 而一副兮七一夫 即疗长守夜登姑 持回忌验无音讯 就别离人阻路途 试运和城南下笔 就被一拙踏空湖 知心几件曾来往 水隔山遥望眼哭 这诗还真是高 名副其实的两相思 顺度是夫斯西 道度是七思夫 瞎大才子这诗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我大主知觉顶天才 大家到现在才明白过来 这两相思的名字还真是符合这首诗 真真正正的两种相思 仙灵楼二楼除了瞎人 二楼所有人目瞪口袋 一首两相思 不仅是年轻一辈无人能及 就是老一辈又如何 恐怕也是难以忘记向北 今日虽无排名 但是第一之位却已然觉出 还是那种 谁敢 而义父西巧 既聊长手夜灯箍 失魂 第二五音讯 久别离人组路途 京城的这个夜自然不会平静 因为有一首诗叫 两相思 道度顺度都是相思 所以被命名为两相思 许多人都在体会 震撼内心 爹 你说夏哥今天那首两相思怎么样 夏哥是不是比你还厉害 人家都说 得了媳妇忘了娘 你这是还没得个夫君 就来羞辱爹啊 女儿看来都是我把你惯坏了 夏人这首两相思 可以说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绝世家族 别说你爹 只怕是要等不知多少年后 才会有人可能另外做出 不过夏人今天做出这种体材的事 也算是开创了文学新的一个门类 平心而论 我还没有这般能力 夏人现如今已然超过了大儒 已经可心算力是小胜了 小胜 那是什么鬼 小胜也算是一种称呼吧 我们儒家最高为圣人 这是大儒之后的称呼 那到时候夏哥娶了我 我也就是圣人夫人了 哈哈哈哈 司马正初猛然想到自己的女儿到现在为止 可是与夏人还没有婚约 现在夏人的抬血表现得前所未有 经验已经天下尽知 这不得不防有心之人了 老灯 你怎么了 不是 爹刚刚想事情去了 司马正初现在还在寻思 而且这种担心越来越强烈 越来越让他不安 总觉得司马仙仙与夏人的婚事会有意外 夏人 虽然你与仙仙两情相悦 但是我还是想再问你一遍 夏人 你愿意娶仙仙吗 我不 我愿意 天地可见 好 夏人 既然这么说了 那我们也算是一家人了 我直接把话说明白了 你们的婚事可能会出意外 啊 这会出什么意外 难道有人强强虾哥不成 岳父 你这话是不是有点威严耸听 我心里有这种感觉 你今晚表现得太过优秀 我怕有人会杰足先登 岳父 你放心 我夏人绝不是那般之人 夏人 你误会我了 我不是不相信你 而是这个世界可是还有至高无上的皇权啊 那怎么办 夏人 你与大将军交情如何 还行吧 本来约了明天到他家去的 但是现在我受伤了 去不了了 王安 怎么了 老爷 王安 先不要回家 马上送我去大将军府 我有急事 好的 老爷 我是司马正初 找你们大将军有急事 大将军可在府上 深夜不请自来 打扰了秦大将军休息 还望秦大将军不要见怪 大如光灵寒舍 蓬毙生辉 何来打扰 大如快快请坐 看似马兄这样子 可有何急事 我确实有事相求 夏人与我女儿情投一合 但是夏人他家那边长辈都已经不在了 所以我想请秦大将军出面 到我家里求亲 这是大喜事啊 我也挺喜欢瞎小子的 只是他没和我说这事 我一个粗人也不好多管 既然司马兄说了 那我就沾沾他们的喜气 不知司马兄日子定在什么时候 天亮之时就要搞定 秦大将军看能否准备其当 如果实在是准备不好 也没关系 一切从简 司马兄可是说就这天亮之时 就是天亮之时 这么急 司马兄 先先的婚姻不可而谢啊 秦兽突然觉得司马正出脑子出了问题 这是太荒唐了 是有点急 但事急从全 现在可耽搁不得 秦大将军可知 今夜在仙里楼 瞎人做出一手两相思 力压钱里二人 秦兽听到此处也算是明白过来 原来这司马正出事 怕有人抢他的女婿 所以才如此着急 好 这是我答应了 我这就派人出去购置物品 请个没人 一个多时辰 应该来得及 如此 就拜托秦大将军了 我这便回复 俗中还需做些准备 司马家订婚 本来是天大的事 由于时间紧迫 需要一切从简 但还是有很多方面要准备 司马府上下一群人 忙了一个通宵 天开始微亮 而左丞相也是天刚一亮 就进入皇宫 面见楚皇 吴爱卿 这瞎人还真是有大才 居然已经与前世学李浩棠 可以平起平坐 还有这楼宾 当也算是一大才 哈哈 看来我大楚 当真人才极极啊 左丞相听了楚皇的话 知道楚皇并没有看明白瞎人的诗 所以马上又说道 皇上 瞎人之才 惊天地 弃鬼神 昨晚李浩棠已经甘拜下风 前世学更加不如 自称不如李浩棠 哦 难道还发生了什么事 还请皇上细看瞎人的两相思 从前面往后面读是傅四七 从后面往前面读是七四夫 楚皇有了左丞相的提醒 也是看明白了 这下楚皇可震惊的不行了 世上还有人能把诗写成这样 这瞎人莫非是天上的神仙不成 皇上 瞎人已经打破古道 重新开辟了新路 如果日后他再助理论 门徒变天下之时 就可算是圣人了 而且臣又听说 瞎人在兵法一道 也是有所专程 所以微臣恳请皇上 下旨招呼瞎人 必须把他与我大楚皇室绑在一起 吴爱卿 可是想到如何办法 五公主今年年方二八 已到婚嫁年龄 而且五公主美若天仙 又博学多才 也有擅长世子 可以说与瞎人天生一对 地配一双 吴爱卿 朕可听说司马大如之女与瞎人两情相悦 而朕又以德治国 就算瞎人大财 朕也不好下这旨 毁了朕的名声 还请皇上三思 这瞎人如果再进一步 也到成圣 那么天下文人必然只会听其一人之言 以后只要这瞎人没有二心 所以说我大楚国百年内定可平安无事 而且现在司马先先与瞎人并无婚约在身 还望皇上能以大楚设计为重 吴爱卿 这样做值得 值得 好 小圣子 你赌 是 南城瞎人 素有才名 于先临楼师会 做两相思 旷旷决金 朕先胜爱之 而朕有五公主 年方二霸 聪贵过人 甚是养护其 鹤下之招家人为父马 吴爱卿 辞职你去捐吧 你一定要确定好司马家与瞎人 没有婚约再宣 如果有就不要宣了 你也是明白这其中的厉害关系 我就不多说了 还请陛下放下 左丞相接过圣经 直奔司马家人去 可是等到左丞相赶到司马府的时候 他直接带了 司马匹夫 你为了一女之私 无我大楚设计 嘿嘿 侥幸 哼 怎么就差了这么一点点时间 左丞相 没想到你会来参加我女儿和虾人的订婚仪式 真是万分感激 快请坐 请坐 哼 秦将军怎么也在这里 今天我是替虾人来向司马府提亲的 嘿嘿 你个秦大憨子 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蠢事 还在这里沾沾自喜 你把你侄女的婚事都耽搁了 你秦家的设计 嘿嘿 不知道到时你还笑不笑的出来 司马兄 我希望你能明白 太平圣旨 怎么可能会有人成圣 瞎人的出现 这事倒可能就要乱了 你觉得你司马家可以为他互道 不是我小看你 你司马家还真不行 就算加上我也不行 在我们楚国当中 皇族倒是可以一世 成功与否 也还需要看天意如何 好了 我走了 圣人本来是来就是的 怎么反而会成了乱世的源头 这些与司马正出以往所学完全不同 他有点点迷惘 他想要得到这个答案 却是没有人能告诉他 仙仙 你这么喜欢诗 你怎么自己不写 我写诗 我写得不好啊 写出来让别人笑话 写诗又不是 天生就会的 怎么会笑你呢 那虾哥 你听好了 我这就做首诗 床上躺着一头猪 整天睡觉打呼噜 这边翻来那边滚 还说做梦更舒服 虾哥 你看这是怎么样 呵呵 我是猪 那你就是猪婆 哎呀 好硬 虾哥 从今天开始 我就是你的未婚妻了 我一定会好好地待你 仙仙 你说的这些 我都知道 我也定不会赴了你 你又再说好听的话 让我高兴 你终究还是要那切事的 不然别人会说我的 仙仙 我说的是真的 你要相信我 虾哥 你真好 等一下 怎么了 这么温馨的时候 当然要用我的新电脑 剪辑一下 最近换了新电脑 剪辑就是快 大家换新后 就的都怎么处理的 像我每次换下来的 旧笔记本 手机 相机 都会叫转转 免费上门回收 价格满意 现场打钱 我那台苹果电脑 还卖了4300多 躺在家里 就把电脑给卖了 特别省心 要我说 趁着旧机还值钱 赶紧叫转转上门 回收就对了 仙仙 我知道你的一个秘密了 你知道我的秘密 我有什么秘密 就是你一直不肯说的 你是怎么打开我家院门的 你怎么知道的 哎呀 虾哥你干嘛 哎呀 五十的早朝还真是早 虾人不得不早早的起来 虾哥 今天进宫见了皇上 回来记得给我讲一讲 在家记得 等我回来 虾人来到皇宫门口 就被执行太监领到了偏殿 一进入偏殿 虾人就看到那天 在仙灵楼入选的黄明达 朱明清 楼斌 居然都已经到这里等待了 真是莫道我行早 更有早行人啊 瞎瞎 你怎么才来 真是想死你了 黄明达和朱明清 看到虾人来了 两人马上就与虾人打招呼 时间过了半个时辰左右 这时才有一个传指太监来到偏殿 传他们上殿进殿 太监引着他们来到大殿 这时前世学和李浩棠 也从那群官员中走出 加入到他们的队伍 诸位爱卿 早啊 你们中谁是瞎人啊 回皇上 我是 你那首两相思很不错啊 谢皇上夸赞 谁又是楼斌 回皇上 我是 你们都是我大土的顶级才子 辽国的文史团马上就要到了 这次就有你们出马 对战辽国文台 你们可有信心 有 很好 辽国人狼子野心 向来是以武力深 听说近年来 倒是出了一个叫耶律语达的人 有几份才气 便想着来挑战我大土国的文宝 真是皮肤汗素 不自量力 我大土文道昌盛 岂能让小小兵一蛮过挑衅 辽国要自诩习辱 臣等定会不遗力 说得好 皇上 臣有本奏 原本活跃的气氛 一下子跌到冰点 岩关有本奏 谁会不紧张 谁又能不紧张 张玉使 有何本要奏啊 臣要弹劾公布侍郎李赵 公布侍郎李赵 身为朝廷重臣 却不注重德行修养 有损我大处 以德之天下的出衷 张永昌 你修在皇上面前 血口喷人 皇上 这李赵 将金米小石便许配给 其好友之孙子 谁知对方嫁到中落 子李赵不仅嫌贫爱妇 更为了攀附权贵 而单方毁婚 这就算了 在可耻行径 被人知晓之后 这李赵却变本加利 不知廉耻 可恶至极 居然诬蔑对方 调戏其夫人婢女 刀欠其手是财物 导致对方逃出 变成班图中染病 差点刻死他乡 可谓用心之恶毒 由上豺狼虎报 无耻之境界 甘笔圈中之牲畜 如此之辈 居然也能身穿仇服 冠冕堂皇 实是我辈之之辱 李赵 你如此所作所为 怎么还有脸在这朝堂之上 怎么还有脸为人 你 你 你 皇上 臣冤枉 李赵 你还敢在这里大喊冤枉 皇上 为臣句句属实 而且正好这辈李赵冤枉之人 今日也正好在这朝堂之上 哦 不知道是谁 就是我大楚才子 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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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御史 说的可是实情 你从实说来 啊 回皇上 其实这些 我都已经记不起来了 我在行城 得了一场大病 病好后 什么都不记得了 所以张御史说的这些 现在我也不太清楚 瞎人 你作为一个男人 被这样无情退婚 又被如此污蔑 你就没有一点恨吗 你居然还要为这李赵解脱 回皇上 瞎人所言属实 我可以作证 这是我的老师 也因此还专门印了瞎人的画像 到处奋发 就是为了找到瞎人的孙世 世上还有这等病症 那为什么只是忘记身世 一身所学 怎么没有忘记 回皇上 这我也说不清楚 但是当时的确如此 我病好之后 以前所有的事都忘记了 当时我还在行城 打听了许久 最后遇到卧月仗 这才清楚自己的身世 至于为什么 没有忘记我的功课 我也不清楚 怎么回事 李赵 我且问你 这瞎人 是不是以前与你女儿 有过婚约 是 我再问你 你是不是与这瞎人 解除了婚约 是 那我再问你 你可有污蔑瞎人 是 皇上 臣没想到这李赵 居然是如此无耻之辈 臣当时听说 李家女儿多有才华 便上门提醒 根本就不知道 他的女儿 已经有婚约在身 现在看来 有李赵这思作父亲的女儿 恐怕得行也好不到哪里去 所以今日我想当着皇上的面 替我儿子修了李赵的女儿 你证我凡家门风 李赵 你如此行径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我大处 开国几百年 为官者 当以德行天下 却不想你却是这般不宽 如何配出入这朝堂 如何面对你所学之圣贤之书 如何面对天下之悠悠众口 朕不罚你 朕又如何而对天下人 你说 你要朕怎么处理你 瞎人 你是这世的受害人 你说说怎么处理 回皇上 我真的记不得 以前的事了 真要我说的话 我是对李大人 一点恨意都没有 所以现在 也不算什么受害人 今天本来是叫你们来商量 应对辽国文使团的事宜 谁知出现这种情况 便是受害者都不计较了 那此事 以后就不用再提了 樊李两家 都不想结为庆家 那我就在这里做主 这婚事就此作罢 李侍郎的确在此事中 的确有所失德 就罚俸禄三月 皇上 我的上连是 处处红花红处处 我的下连是 亮亮烛烛火 竹亮的呀 兄台 你确定这是你对的下连 我确定啊 这不对的好好的吗 亮亮对处处 竹火对红花 红处处对竹亮的呀 不是 兄弟 你那叫对连吗 你就只会认这几个字吗 哈哈 安丞相 你们可以换人了 换人 要换什么人啊 他们又还没分出胜负 等分出了胜负 再换人也不迟 安丞相 他们还没分出胜负吗 明明是我们楚国这边胜了 怎么能这么说呢 他刚刚不是对出来了吗 而且对的也还算工整 这就是本次辽国文史团的策略 文无敌 只要我不认输 你怎么能让我认输 就是不要点脸皮疤了 哈哈 你既然不要脸 就让你不要脸这一回 台下可有那么多观众在看着呢 这局就算了 你们二人继续 八个 自己不远万里之遥而来 居然就看到这样一出 真是对不起自己花的盘查 怎么会有这样的辽国 居然如此不要脸 如果不是有楚国的差异在 我们都想对着台上扔坤蛋了 让大家出乎意料 是 后面上台的遭遇 居然不明清一幕 几人过去 是这样被辽国硬轻轻地说成了平局 呵呵 看来你们辽国真正有才华的 只有你一个 跟我玩田祭赛嘛 只不过 你在我眼里也只是 列灯嘛 想来你就是楚国年轻第一人 瞎人 正是在下 这个撩人不简单啊 上连出的极为巧妙 一语双瓜 直接把下人说成了老猴子 火药味十足 我的下连是 一马献足污泥类 小畜生怎能出体 高 实在是高 下人就是下人 直接骂回去了 还对得如此功诚 居进先生上岸 羊腿迈开八字步 扁嘴丫头下水 双脚脚臂九龙弓 竹笋如枪 乌鸦烟能尖上力 呵呵 你这样按着剧情走 我不打你的脸 还怎么对得起 我地球的老祖宗 我的下连是 蓝之四剑 黄蜂偏向力中行 四方台台 四方四方台上望 四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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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四方 万岁爷爷万岁 万岁爷前后万岁万岁 万岁万万岁 哦 瞎人就是瞎人 是啊 连拍马屁的能力 我等也是望尘莫及 哈哈 这瞎人还真是有趣啊 这么严肃的时刻 居然还有这等心思 兄弟 楼下那台特斯拉Model 3 可是你的 是啊 怎么了 最近发财了 居然买新车了 哪有 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 买了台二一款的 特斯拉Model 3 没想到只花了九万九 比新车便宜了十三万多 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 现在新车掉价快 在瓜子买特划算 这会便宜 靠谱吗 当然 瓜子每台车 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 还能先是开三天 放心买就行 现在去瓜子 搜车好省 你也能九万九 买特斯拉 千万别错过了 从虫叠叠山 亲亲山叠叠叠重虫 弯弯曲曲水壁 壁水曲曲弯弯 好了 耶律兄 你装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该轮到我了 你听好了 我有一诗 诗名调者 还请耶律兄 帮我品鉴一番 轻轻轻风风风 吹吹吹咒咒和 河面面水水起起鱼 鱼勾勾 去去郁郁掉掉 谁谁心心自在 在时时不不求 秋杯杯 我读读看看 还请耶律兄 不吝赐教 我们辽国认输 安修然作为辽国的丞相 也曾是辽国的文状元 其才华也不是普通之辈 他自然听到了 下人所出之题的高明之处 耶律与达根本不可能 在不看到书写出来的字的情况下 答得上来 他便当机立断 马上制取 现在认输 可以被许多人认为 耶律与达 是听完了下人的写的下连 而直接认的书 这是对这幅千古绝对的认可 是对这千古绝对的尊重 也是对这七百年来的文人骚可的尊重 吴丞相 接下来就交给你来处理辽国文使团的事务了 夏哥 你刚刚说樊家和李家闹崩了 那李家小姐婚约又解除了 是啊 还是皇上下的口谕 不过 那樊高行为那么不堪 解除也好 快点帮忙 这里离家里不远 快把他扶到家里去 他可能是中暑了 八角两位了 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你也不是什么陌生人 谢谢你们 夏公子 你好厉害啊 写了那么多的好诗 特别是在仙灵楼上 写的那首两相似 真是绝了 一首诗居然还可以 从前面开始读是一种意思 从后面开始倒读 居然又可以是另外一种意思 你是怎么想到的啊 是啊 夏哥你是怎么想到的 这个呵呵 怎么说呢 这是回文师 一般来说 做起来比较麻烦 但只要掌握技巧 也没有你们想象中的那么难 你们现在无从下手 也只是第一次见罢了 那你教教我们 要想写好回文师 需要一个技巧 掌握了技巧 狗都会写 夏公子 技巧是什么啊 技巧就是 太就多恋 瞎人 是我对不起你的父母 更对不起你的爷爷 诗不相瞒 我乃名家弟子 我年轻之时 也多次因自己这张嘴 而惹是圣费 家里面也对此苦不堪言 但自从没官 便小心了许多 但也因此而得罪上官 后来有了小女青青 做了父亲 更是低调行事 看着青青一偏偏的长大 为了给她寻一个名分 我在名利这条路越走越远 也越来越错 是我对不起你爷爷 违背了当初的约定 我也谢谢你 那日在朝堂不计前嫌 放我一马 哎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司马正出如此 这李赵义是如此 不知李大人刚刚说的名家 是什么意思 哦 这名家算是一种牛派 朱学与人辩论 主要人群为评论和壮实 这不就是网络喷子吗 没想到这名家在地球上最后还发扬光大了 名家现在的处境很艰难吗 没办法 名家置人多为上位这不行 也为周围人所顾忌 稍有不慎便会引来天大麻烦 呵呵 有意思 名家不会没落 我有办法 还请夏公子教我 打凡有一条缥缈的出路 我们名家弟子从此也不会再迷茫 李大人你先别激动 李大人这个送给你 你哪里来的新手机 这是我在转转上买的新机 转转上的二手手机就很划算 我这苹果十四只花了3300 比新款便宜了2000多 最近又在他家买了台联想小新A24 也才1700多 办公看剧都很流畅 关键是转转官方验的数码产品 都经过多轮检测 跟新机一样支持一年质保 买二手上转转就对了 名家要壮大 只需要没有独裁者就行了 轻轻你去门口守着 有人来了 你马上告诉我 还请虾公子再说明白一点 我有太多疑惑了 啊 李大人无需这样 虾公子 你如不受我这里 我李兆将会终身惶惶 虾公子今天就 名家与水深火热之中 所有名家弟子 以后都会以先生之理 送虾公子 但凡以后虾公子有所拆遣 名家一定不惜 本身碎骨报答虾公子 几次之一 我走了 李大人 李小姐 不用送我了 秦儿 你说我当时是脑袋进了多少水 才会把这下公子 你的婚事给回了 现在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 秦儿 你是怎么了 你是不是对这下公子 秦儿 别哭了 爹 你这次可是真做了最糊涂的事 把你儿一生都给毁了 当时见到他时 他谈图也很是普通 谁知道这近几个月时间 他已经达到了 只能要不可惜的地步 别对不起 这么多年 别越来越错了 我也不是怪 只是没有想到 后来我会和他有所觊觎 越陷越深 你真的已经下定了决心 虽然错过了 但是也不是一点机会都没有 什么机会 瞎人 你回来了 陶堂封赏下来了 我替你接了纸 什么封赏 黄金二十两 翡翠首饰两件 书画两幅 圈五匹 还有 你现在已经被封离 汉林院编修 正七匹 瞎人 你现在已经是算得上是 陶庭令官 岳父 黄金你给我十两就行了 上次您给我买院子 我不是 还有二百五十两银子 还没有还给你 还有字画 我就送给岳帐你了 我也不懂这个 就送给你了 还有那首饰 就送给仙仙了 虾兄 恭喜啊 黄兄 祝兄 羽蒙妹妹 虾人 仙仙 你们好好招待他们 我就先去欣赏字画去了 不知皇上赏了你们什么啊 我们可没有你的才华 就是赏了一些用度 不像虾兄你 不用科考就直接能做官了 还真羡慕你 而且还是正七品 已经赶上了往日的状元狼了 是啊 想着虾兄在航程之时还是一见寒事 如今已经于月龙门成为官府大员 我等却还要苦苦等待明年的科考 虾兄你看今天你有如此喜事 再要不我们明天要些人一起去金山寺去如何 好啊哥哥 我都好久没去过了呢 金山寺 金山寺在城东十里外的金山之上 金山山是陡峭 景色绝伦 金山林河一面却是一面峭壁 正在金山上看玉带河 异常的不同一般 而金山寺也由山而得名 是啊 特别是金山寺的德智禅师 学问高僧 左法无边 如果明天此去能够见到德智禅师 那就真不需此行了 德智禅师 他是佛家第一高僧 不过这能不能见到 就要看我们的原法了 是吗 那明天还真得去拜访一下 显直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两位是沈大儒 崔大儒 沈大儒 崔大儒 你们好 我们有事跟你说 不知沈大儒要说何事 这个东西你先看看吧 怎么样 这是写小故事的书吧 贤婿 你没注意到内容吗 看到了 就是在讽刺一个有才华的年轻文人 道德败坏 怎么了 这是小说家的作品 书中所讽刺的人就是你 啊 这是小说家的试探 他虽然是在讽刺你 但是他们在试探我们儒家 贤婿 你还记得我那天说的话吧 我当时说你有成胜的可能 所以小说家首先就按捺不住 便写了这种小故事 你也不要小看这种小故事 他在民间流传很广 如果真传开来 民间的人都会认为你就是这样的人 所以我们专门给你说一声 也想听听你的想法 我的想法 那我们难道还要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这也不好吧 写故事还是很费脑的 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不错 我们也可以用诗词回击一下 表明太懂 这些事我们就让一些各地学子来做 岳障大人 不知这小说家是什么啊 小说家就是用白话文 专门写一些民间故事的一群人 因为是白话文 而故事情节又来自民间 很受百姓的欢迎 他们自称一派 自称小说家 哦 明白了 这不就是写网文小说吗 嗯 你知道就好 这小说家虽然人也不少 但是却并没有什么杰出人物 整体来说 影响不是很大 今天我们给你说这件事 主要希望是你有所准备 以后你的路不好走 前辈放心 这些还影响不了我 既然吓人你这样说了 我们也就放心了 学院那边我还有事 就先告知了 虾哥 你们刚才说什么呀 哦 说是有小说家在故意攻击我 攻击 他们是上次刺杀你的那些人吗 小说家是写书的 是他们写小故事在攻击虾人 他们是在写书污蔽虾哥吗 是的 他们故意歪曲事实 虚构故事 影射了一些虾人不好的方面 这些人怎么能这样 虾哥又没有得罪他们 他们干嘛要这样做 天下兮兮 皆为力来 天下嚷嚷 皆为力往 几位施主 想要见到我们住持 还需要看懂他近日写的一首诗 什么诗 不妨说出来 让我们看看 施主 不妨看这里 久力威醒时已 飞如马去归花上 这不是苏氏的回文诗赏花归吗 这首诗是赏花归去马如飞 去马如飞久力威 久力威醒时已目 醒时已目赏花归 不错 施主 还请跟我来 那就谢谢小师傅了 不知 这位施主要找您 虾施主 还请坐 得知禅师 虾施主 难道不奇怪 老那为何知道虾施主 知道如何 不知道又如何 虾施主 倒是心胸开过 难怪能做出如 两相思 这般的事了 我知虾施主 今日会来 便在茶室中写了这事 因为我只能见你一人 人多了 反而不大方便 不 大师之 我今日会来 其实也不难猜 小说家近日已有行动 你自然会来 来我佛家一趟 你年轻有为 昨日又受封汉 临院雪甚 而从便乘来 我金山寺 则需要两日时间 所以 你今日不来 那就不会来了 刚刚听你们在外喧哗 而这么短时间 能解这事的 这世上 恐怕也只有 虾施主你了 不知大师 有何指教 但说无妨 听闻 虾施主 在与辽国文使团 对战事处有一题 不知何否 说给老那听听 当然可以 轻轻轻风风风 吹吹吹咒咒合 河面面水水起 起鱼鱼勾勾 去去玉玉掉掉 谁谁心心自在 在时时不不求 秋杯杯 我读读看看 清风吹 清风吹咒合面谁 咒合面谁起鱼勾 起鱼勾去玉掉谁 去玉掉谁心自在 心自在时不求杯 时不求杯 我读看 我读看看清风吹 瞎施主 不知老那解的可对 看不出这老秃驴 记忆力居然这么强 这么长的东西 不仅能记住还能从中分析出规律来 大师当是神人 真是让晚辈汗言 这也不算什么 老那也是因为你的那首两相思 所以也才想到了赏花归 也因有此法缘 才能分析出瞎施主的妙事 追根溯源 还是瞎施主典化的老呢 瞎施主聪明绝顶 如此佳作 虽不如两相思那般 但也全为碟子 亦是精妙无比 世人所不及也 不过很是可惜 如到昌盛以来 却是只以律师为尊 故而其他体材难登大雅之堂 也因此天下学的 只知律师 而难有另外突破 是啊 一花独放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 是 施主 老那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停在山脚下的那一辆特斯拉 你是哪里来的 哦 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 买的二一款的特斯拉马道三 没想到只花了九万九 比新车便宜了十三万多 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 现在新车掉价快 在瓜子买特划算 知道便宜 靠谱了 当然 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 还能先是开三天 放心买就行 现在去瓜子 搜车好省 你也能九万九 买特斯拉千万别错过了 那我回头试试 一花独放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园 瞎施主有此想法 自也有优势之心 但不知瞎施主 如何看我佛家 大师客气了 大师修炼佛法 所谓菩提本无术 明镜一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大师能洞察细微 自是水道渠成 菩提本无术 明镜一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 没想到瞎施主 竟然悟得如此高深法源 让贫僧羞愧 贫僧一直以为 自己对禅已经所领悟 世人皆不能及 没想到 反不如瞎施主 今日幸得瞎施主点话 贫僧感谢瞎施主 大师谬赞了 大师佛法高深 可不是我背俗人 可能比你 我也有一些俗事 想请教大师 不知可否 瞎人想到 催省二位大儒说的小说家 还有李肇这么一个名家弟子 现在得知大师代表的佛家 他也想知道 这个世界 还会不会再现一次 大家争鸣的场景 虾施主且随我来 在问间台上 还有一位道友 不妨三人一起讨论一下 不 那就先行 谢过大师了 天阳道友 有贵人来访 晚配虾人 见过天阳真人 你就是儒家小圣虾人 天阳见过虾居士 两位不妨先坐下来 喝杯淡茶 不知刚刚虾施主想问什么 还请虾施主说出来 看我二人能不能答得出来 我想知道这世界到底有多少流派 这天下主要分为儒 道 佛 阴阳 纵横 兵 法 墨 农 名 杂 小说 依这几家 这些算是大学派 而其他小学派数以千计 百家争鸣 可可 现在天下 唯有儒道 佛三派最为常胜 不知家施主 对这三家有何见解 儒家 道家 佛家的区别 是儒家重视人伦 主张修身 其家 治国 是以儒家治世 道家则崇尚自然 主张隐居避世 清静无为 以达道长生 是以道家治身 而佛家 倾心因果轮回 主张自觉与觉他 自度与度他 普度众生 共见极乐 二位前辈 晚辈妄言 三派知居别 还请指教 侠居士当真分析透彻 严谨意盖 三派情况错综复杂 支流派系众多 学术更是纷繁挫杂 没想到侠居士几句话 全然概括 理解之深刻 邓真让贫道大开眼界 此意是天道之使然 道者 由简入凡 又由凡入简 万事万物 不可不为道之而束缚 亦不可不为道之而发散 是以道可道 非扛道 明可明 非扛明 天下万物 无不从因而起 由果而终 世界大道三间 虽各有其道 但又殊途同归 万事皆有即可循 各道皆有所掌 亦有各有所专 是以百家之言 皆为各自有礼 如纵横家 因断事而起 盛事而率 皆是有因有果 险下施主有大智慧之音 想来以后 定能独创其道 天下诸派 见又蠢蠢欲动 待事而起 这又是为何 此事应当 还是儒家独大 百家摔退 险下施主 又有圣人之字 是以瞎施主明音 道之所在 无不由衰而胜 再由胜而衰 如今天下太平已久 由圣转帅 所谓分酒新和 和酒必分 事之规矩 道之必然 若想必知 当如何 不如何 虾施主若想化解 可顿入我佛门 从此与世再无瓜葛 斩断一切情愿 好你个老租子 还想渡我出家啊 我肉夹馍还没吃呢 虾句是 由智而乱 天道实然 而你只是其中阴子 你虽顿去 但道意在 亦会有新的阴子出现 只需坦然接受变形了 顺其自然 又何须介怀 今日一句 多谢两位前辈 为我解惑 今日受了家施主这一 只怕已经与家施主 有了阴谋 道之所为 儒家守当其冲 我们到佛梁家 就其会至深事怪 即如此 晚辈就不打扰 两位前辈清修了 晚辈还有些朋友在外面 将来已经是待久了 晚辈就告辞了 不入红尘 岂可看破红尘 虾哥 你可出来了 我在这里太无聊了 虾兄 自首使我研究了好久 也没有想出来 你快告诉我答案 不 刚刚和禅师聊了惠天尔 让你等久了 没事 你出来了就好 我们去别处转转吧 好 走吧 虾兄 虾兄 求求你了好不好 我心里都快憋不住了 快给我说一下 虾兄 虾 夏哥,你看这里的风景怎么样? 这里风景可称一绝。 对面就是西子峰了。 西子峰? 这里是金山,对面是西子峰。 不会这金山是一个人,而且还是这西子的恋人吧? 这你也猜得出来。 这很难猜嘛。 我跟你说。 司马仙仙将金山与西子的故事告诉了夏人, 只是没想到与前世地球上的范黎和西施如出一辙, 只是结局有所不同,西子却是在不破的时候不幸遭到了杀害。 呵呵,这何尝又不是爱情的另一种美, 隔阂相守,两情若是九尝时,又起在朝朝暮暮。 两情若是九尝时,又起在朝朝暮暮。 夏公子,你做的这诗可有诗名了。 有啊,这首诗是《雀条仙》。 仙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条条暗度。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家妻如梦,忍故雀条归路。 两情若是九尝时,又起在朝朝暮暮。 这哟,又是一手船石加锁啊。 虾仁,你回来了,快来见过吴老。 小伙子跟老夫长得一样帅,尤其是这两个大耳朵。 见过吴前辈。 看这里,小伙子第一次见面送你的礼物。 这车你是哪里来的? 总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二一款特斯拉马鸟三,飞行到迟化了九万九,比新车便宜了十四万多。 现在新车掉下来,乃瓜子买头房算,这么便宜,靠谱吗? 当然,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谨测,还能先是开三天,放心买就嫌。 现在去瓜子搜车好赏,你也能九万九买特斯拉,千万别错过了。 谢谢前辈。 虾仁,我有点事跟你说,随我来客厅。 虾仁,吴老是我们儒家的隐士剑道高手,你上次不是被自杀,我与沈月明和崔良运商量了一下,还是得找个人来保护你,以后你在外的时候一定要带着吴老,时刻要注意安全。 那就有老吴老了。 不必多礼,以后我会以你的马夫的身份出现,你以后可就不能乱给我行礼了。 哦,好的。 这次去金山寺,见到德智禅师了没有? 见到了,还见到了,天阳真人。 两位在金山寺,看来他们也是看出天机了,他们说什么了没有? 佛门愿与儒家共进退,到家还要观望。 没想到啊,你是怎么说服德智禅师的? 也没做什么,也就是给他念了一首诗吧。 徒体本无数,明镜亦非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宗主沉香花一锦,日晚卷梳头,物是人非是是秀。 玉宇未经流,闻说双溪春上好,也你放青州,只恐双溪则猛州,栽不动许多仇。 想想,天下大事不可为,你我都是岳家弟子,又怎能置身事万? 吴老,怎么了? 老头子我乐了,快给我做饭去。 不。 去做饭去。 看不出来,你年纪轻轻,居然会有如此成就,真没想到有生之年,我会见到我儒家圣人出世。 吴老,严重了,小子可还没有达到那个地步,是我越战夸张了。 呵呵,正出之人,平时不惊,但欲试沉稳,不会妄言,比少在这里谦虚了。 吴老,你的武功很高嘛。 还行吧,天下也有那么几个对手。 那你和王一剑比,哪个更厉害? 呦哈,你还知道王一剑,他,也只是小卡拉米。 那我跟着你练习,可到什么程度? 你呀,也就能打过你自己养的狗。 皇上,这与理不合,与法不容,侠人虽有才学,但是却是入室,应该先到汉林院里一连几年,在外派为官,县令虽小,但是却关乎一线重则,一线百姓生死,切不可儿戏。 皇上,侠人之才,无人可比,现在国家正是用人之计,怎可还在汉林院浪费几年,而且也不是没有先例,并不违背规矩。 皇上,如若这般,那些在汉林院里的才子,丁慧心生怨恨,向前世学,李浩棠等人皆有大才,现在还在汉林院里等着空取出来。 嗯,樊尚书说的也是有道理,前世学他们的确在汉林院里待得太久了,应该让他们外放任职了,至于瞎人的话,就让他去做南唐县令吧,反正也只是一个欺品县令,看一下他的表现,反正不会出什么大事。 怎么了,夫人? 你说什么呢? 虾哥,你不用去汉林院了,你被任命为南唐县令了。 怎么回事? 虾仁,你的任命变了,先进屋吧。 虾仁,你现在已经开始形成你自己的理念了,所以,我觉得你已经不需要在汉林院里浪费时间,直接到民间去,感受民间最能够体会所有。 我托了祖丞相,所以你现在被任命为南州府南唐县令,入了官场,以后注意人际关系。 小片段,恭喜你成为了县太爷。 你去南唐县,那不是我见不到你了? 没事的,虾仁在那边安顿下来,你到时可以过去玩。 那我去了南唐县,我又见不到老灯了,心里也是怪难受的。 呵呵,你爹还真是养了个好女儿,你放心好了,有我在,虾仁在南唐县不会有事的。 吴伯伯也去南唐县吗? 是啊,虾仁养的狗会做烧烤,我要跟着去。 虾哥你上次教我写回文诗,我没有学会,这次你要走了,可得给我教会了。 呵呵,写回文诗嘛,那我们就以红花为题。 那么诗中先定红花,然后再定诗运,所以这两句必须第一句的第一个字和第一句最后一个字,还有第二句最后一个字从运就行了,然后第二句的第一个字是自运就好了,其实也就只有八个字要选了,好好的斟酌一下,前后都能念通就行了。 黄月如玉,迎朔光,问天向来愁续长。 长续愁来向天问,光似盈玉如月黄。 老灯,你太聪明了,虾哥只教了你一下,你就学会了,他都教了我两次了,我还做不出来。 乐仗不愧为,武大如是。 那虾仁,那你那首吊折,又是如何做出来的,可有什么诀窍啊? 那种的话,就要稍微有些难度了。 哦,好吧,虾仁,仙仙,你们在家,我这会去找一下沈大如去。 嘿嘿,沈老头子,我来了。 虾哥,你再帮我想想。 那你想以什么为题材啊? 就以梁亭为题,怎么样? 你想想,什么字,鸭亭字的韵。 亭字的韵? 心静落花咕凉亭,守抚琴弦谈妙音。 音妙谈琴弦俯首,听南姑花落静心。 虾哥,我做出来了。 仙仙你! 樊兄,你拿了我那么多钱,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动手? 你可是答应我的,一定会帮我把仙仙从那奸诈的瞎人手中抢过来。 赵兄,我上次已经动手了,不是没有动手。 樊兄,你看这次瞎人不是要去南唐县吗? 你可不可以在路上找个地方? 好,赵兄,我这就找人去,你放心,我一定会办妥的。 我放心你,只要想到瞎人,我就会不由自主的愤怒。 樊兄,你再去安排人在瞎人去上任的路上,找一处荒凉的地方动手,这次可不要失手了。 前世何故太匆匆,今生亦如浮清风。 哪得红尘幸福在,自来犹如在梦中。 瞎人想着自己来到这个世界已经有三月有余,心中难免感慨。 这一世,获得还真有点像是在做梦里。 此一去,不知何时再见,在此送别瞎兄, 行程出见与君同,转来便惊情更浓, 今日君要反归去,内未曾落眼朦胧。 瞎兄,我们相识在这古镜楼, 但是此一去,却不知何时才会相见。 我也写一首,也算是和瞎兄一场相识。 有缘相识品戏楼,还到少年狂歌喉,不想依据多少事, 从此古今城风流,今日崇美崇湘去, 明朝各去各自愁,望得千山水各远, 何时再得无反忧。 瞎兄,此去路途遥远,还望多多保重。 横比独战猛如虎,立马单斗辽四珠, 膝盖山何为犹在,从此文坛无一足, 变成长有就思念。 变成长男,今天来为瞎人送行的人特别多, 左丞相吴花池和大将军秦峰居然都抽出了时间赶过来, 还有秦剑术和李赵妇女也来了, 几乎所有与瞎人有交集的人都来了, 可见瞎人这短短时间内,在变成击下的迷惘, 彩旅清新却是在角落偷偷哭泣, 没想到,自己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爱慕上一个人, 成了日思夜想之人,而这个人却又是已然离去, 自打仙仙原本是想要坚强一点, 好让瞎人安心复任,不为他担心, 可是真到了这离别时刻, 哪里还会忍得住泪水, 看着瞎人在离去的马车, 早就哭成了内人。 瞎人,是不是现在还在伤感? 有点,只是这刚刚熟悉一个地方, 却又要到另一个陌生的地方, 心里是有一点感怀。 其实这样的事情多了, 也就不会再那么觉得, 我年轻的时候第一次出门, 也像你一样, 可是现在却是觉得哪里都是家一样, 要像个大男子汉。 自去难堂, 我还是有些惨忑。 玄河, 于爽于于处于路, 相居以示, 相濡以沫, 不如相望于江湖, 来来回回, 一生中不至于多少人熟悉, 又与多少人从此再没有相见, 人生本就是如此, 能陪你一直到最后的, 又会有几个人。 五老, 我既然当了这个县令, 那就一定会做好一个好县令的。 少年心性真不错, 还真是勇往直前。 五老, 有时间你还是教我两招吧, 好让我有个防身之力啊。 你就还是算了吧, 你根本就没有习武的天赋, 贴着有什么用, 到时你到外面被他们打了, 还说是我教的, 那我还怎么有脸行走江湖。 看你说的, 以后不是会有很多的敌人, 而我又这么缠住, 怎么应对啊? 不, 你放心, 再过段时间, 你的敌人可能最少都是王一剑那样的了, 你说你就学个一招两制, 又有什么用呢? 不会吧, 五老, 你可不要吓我。 少爷, 他们来了。 五老, 这两座山还真是大了。 这是牛头山, 过了这山, 也就算是出了京城了。 虾仁, 我可是等候你很久了。 这不会就是你说的那些人吧? 不是, 这些都不知道是哪里蹦出来的小贼, 肯定是你在哪里得罪了的小人物派来的。 这些才是, 梵中, 这是什么人? 你安排的, 杀眼, 这些不是我们的人。 剑五山庄的人。 剑五六合阵, 我一生当中都还没有试过这种阵法的威力, 今天也好好地享受一下, 看看这阵法是不是真的如传说中那般厉害。 一手武功, 手挡敌方攻击, 攻得只取敌方性命, 还真是以夺打扫的好方法。 的确如此, 瞎瞎盛眼光独烂。 兄台, 你什么时候过来的? 我怎么一点都没有感觉到? 要是连你都感觉到了, 那我早就死了。 别说话, 先看戏。 阴阳家的这件五六合阵还真是玄妙。 五老不愧是儒家第一剑道大师。 你是纵横家不由。 真没有想到五老居然会听过我的名字。 早就听说纵横家出了一个剑道天才, 才二十二岁已经达到了独步江湖的地步, 我是想猜不出都难啊。 今天我来不是为了瞎小圣人, 只为了见识一下五老的风姿, 还请五老。 不吝嗣驾。 水光炼焰情方好, 山色空蒙雨一起。 时隔三月, 没想到我家人又回到了航程。 虾然, 现在到了杭州, 可有什么打算? 先去看看我妹妹吧。 去吧。 小妹。 哥哥。 小妹。 虾哥, 你可想杀小妹了。 俺也一样。 真没有想到我的妹妹会有这么动人的美貌。 虾哥, 你怎么笑话妹妹? 这次来航程, 怎么没有看到嫂子跟你一起来? 先先没有来, 我这次可能也就是在这里待个半年时间, 还是得回便城。 不知虾哥这次回来, 所为何事啊? 我现在被任命为南唐县县令了, 到航程来医室, 看一下你, 二是也要拜访一下苏大人。 虾哥已经是县令大人了。 你你见过虾大人? 还虾大人, 真是贫嘴。 虾哥, 你刚刚说是半年时间, 就回便城了, 那如果快的话, 你今年年前就要回去。 差不多吧, 也有可能会是明年。 妹妹, 我想问一下, 你在这翠红楼里, 是自由身还是有卖身体? 哦, 我原本是月房女子, 现在是自由身, 来去都行, 只是流落到航程时, 觉得这里西湖环境很是优美, 所以便留在了这里。 嗯, 这样更好, 虽然还有这么久的时间, 但是, 我还是想问一下你, 到时是否愿意和我一起回便城去? 哥哥说哪里的话, 妹妹自当跟随哥哥, 到时哥哥回便城, 小小自然也是会去, 要不是你现在来了, 我还打算过些时候就自己去便城找你。 兄妹再次相见, 自然有很多话说不完, 瞎小小毕竟是瞎人穿越来人的第一个情人。 三月后, 虾仁在南唐县完成历练, 带着自己的妹妹返回便城, 在此期间, 虾仁破获了震惊全国的四岩案, 击退了沿海海盗。 微臣见过陛下, 虾仁, 紧来安好, 微臣谢陛下关心。 楚皇看着眼前这个年轻人, 就算他在庙堂之上, 阅人无数, 但是他还真有一点看不透虾仁, 虾仁好似一眼就能看透他, 说真的, 这样的臣子, 对于楚皇来说, 还是有点不放心。 虾仁, 我准备安排你与我巫女儿见一面, 荣儿十分仰慕你的才华, 这段时间都天天看你写的那些诗, 所以我还是希望你与荣儿也能成就一段姻缘。 啊, 皇上, 我与司马仙仙已有婚约, 现在说这个是不是有些不妥? 我已经决定把楚国与你绑在一块, 所以你不接受也得接受。 皇上, 我与司马仙仙情深似海, 还请皇上收回成命。 虾仁, 你要是同意这门亲事, 我把我特斯拉送给你。 哪来的特斯拉? 我次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二一款的特斯拉芒奥三, 没想到只花了九万九, 比新车便宜了十三万多, 现在新车掉价快, 瓜子买特华算。 这么便宜, 靠谱吗? 当然, 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 还能先驶开三天, 放心买就行, 现在去瓜子送付好省, 你只能九万九买特斯拉, 千万别错过了。 好吧, 我考虑考虑。 瞎人, 不是我逼你, 而是不得已而为之, 你必须要成为我的女婿, 这个改变不了, 要是你不同意, 那我就亲自去找司马大儒。 荣儿, 你怎么来了? 父皇, 我过来看看。 荣儿, 来见过瞎大人。 荣儿见过瞎大人。 瞎人见过五公主殿下。 瞎大人的失才, 为天下之罪, 让荣儿也是万分佩服。 荣儿, 瞎人可不仅仅是失才了得, 其他方面也是样样精通。 瞎大人, 我想请教一些事情。 去吧。 瞎大人。 才子配家人, 你现在也正式婚配年纪, 可不要耽误了青春。 想想陛下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都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 瞎大人, 我只是好奇, 你为何要拒绝我父皇? 我与司马仙仙已经成婚, 再娶你可就不好了, 对于你来说不公平。 对我不公平, 每个男人不都是个三妻四妾的, 难道你会是例外? 还是说我不够美? 不是, 两个人在一起, 第一眼或许会看美不美, 但真正有了感情之后, 美也好, 丑也罢, 都不是重要的。 那你觉得是我的文采不如司马仙仙? 都不是这些原因, 我与司马仙仙情投意合, 我不想辜负了他。 瞎人, 你在杭州的时候, 我就已经开始关注你了, 我每天都在收集你的消息, 关注你的一举一动。 瞎人, 我喜欢你, 仰慕你的才华。 谢谢公主殿下, 可是我现在已经有欺世了。 可是别的男子都不是这个样子啊, 他们都可以去好多个女子。 生在皇室, 我没得选, 你也一样。 四马修, 可不要这样啊, 今天可是他们的大喜日子, 你这样哭哭啼啼, 像什么样子? 再说了, 你可是儒家的大儒, 要是别人看到你这样, 流水星相。 我这是喜极而泣, 大将军, 我今天高兴啊。 一拜天天, 二拜高堂, 送入洞房。 娘子。 相公。 姑爷, 你先别急, 老爷叫你快点出去给大家敬下酒。 新郎官, 快来快来。 大将军, 我和仙仙能够有今天, 多亏了你的帮忙, 这一杯我敬你。 哦。 瞎人, 你先去陪一下别的客人, 这里我在就行了。 是的, 我们这些老朋友也难得去这么急, 你先去忙吧, 我们也正好说说话。 在府中理官的带领下, 瞎人一给众位敬酒, 一直忙碌到傍晚。 好了瞎人, 差不多了, 我们就不打扰你了, 你去吧, 可要加油一点啊, 你岳父还等着抱瞎子呢。 相公, 你怎么醉成这样? 娘子, 你吃过东西没有? 刚刚他们拿了好多东西过来, 我现在不饿, 相公, 你喝了这么多的酒, 要不要紧, 我叫人去给你打点醒酒汤来。 仙仙, 我没事, 我们说说话。 嗯。 此生愿与你同老, 十指相扣永不离。 嗯, 十指相扣永不离。 仙仙, 我有件事, 想要给你说一下, 是关于五公主的事情。 司马仙仙听到后, 轻轻地笑了一声, 虽然他是在笑, 但是瞎人却是听得出来, 司马仙仙的这笑声当中, 带着一声。 仙仙, 昨天我刚回来的时候, 楚皇就把我叫到了皇宫。 她的要求, 是我与五公主, 今年就要完婚。 我知道你这样优秀的人, 始终会被其他女子惦记上。 司马仙仙虽然那时调侃过李清清, 但是现在要让五公主嫁给佳人, 她还真是没有做好准备接受一个公主。 如果她能选的话, 她宁愿让李清清嫁给佳人, 都不想五公主嫁给佳人。 因为她也知道, 楚皇的这一下, 是想要让五公主绑住佳人, 让佳人更加的为楚国卖力。 相公, 五公主你要娶, 你也不要为难, 要不然这件事情, 要是弄得人尽皆知, 到时候我的名声可都要毁了, 当时为了我, 娶了她吧。 先先。 三月后, 下人送水允许大夫人, 一起照顾。 清儿, 你真的想好做起了吗? 叶爹, 我已经被人推了两次婚约, 我的名声早就毁了, 我还有什么选择吗? 这样的结果是最好的。 你们三个能不能快点, 再迟一点, 中秋师会都要结。 太高兴ued了我, libr了不过后。 你看她这次到这 gardens。 今天这次人ия стал将交集, ro门出生了一点, 对你来个问题。 大家有什么 Sic Ger闹но же科技特别的粉丝对他们压力睿, 天ick意来 нам人, 你拆 opportunitiesùng月,